男人坐上出租车 第一次去女朋友家登门拜访 可是出租车却在半路上发生了车祸 将一个骑电平车的中年男人给撞倒 没想到司机下车就甩锅 说男人骑车不注意 李俊鹏接到女朋友的电话 告诉他这边出了车祸 一个老头死缠烂打不让他们走 此刻的他还不知道 这个老头正是他未来的岳父 李俊鹏见老头拉着司机说个不停 他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女朋友还在家门口等着自己 他将司机拉到一边 告诉司机他确实拐弯的时候没有减速 他让司机给老头赔偿一百块钱私了算了 不然警官来了他半天就等于白干了 司机听了他的建议掏出一百块钱递给老头 可老头却觉得自己被撞坏的手机都不值一百 李俊鹏又自掏腰包拿出了一百块钱 告诉老头自己再加一百 要是老头再不同意 那他们就告老头碰瓷涉嫌敲诈 随后二人上车扬长而去 把老头一个人留在了原地 岳父一瘸一拐地回到家 李俊鹏看到岳父当场就吓傻了 恨不得找个地缝藏起来 岳父也注意到自己的准女婿 居然是今天和司机联合起来欺负他的人 气得大骂李俊鹏是小吃老 李俊鹏只能不停地给岳父道歉 告诉他一切都是误会 安琪的母亲也赶紧打圆场 可是父亲却怒气难笑 要把送自己回来的吴忠林留下来一起吃饭 还一个劲地给他递花生糖果 对这个女婿看都不想看一眼 饭桌上岳父给李俊鹏介绍着吴忠林 她是女儿青梅竹马的好友 虽然是大专毕业 但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已经拥有了一家户外用品店 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今天要不是她顺路看到自己 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来呢 岳父越夸越起劲 说吴忠林有车有事业 难得得有出息 还不停地给他夹菜 好像他今天是上门女婿一样 岳父也给李俊鹏夹了一筷子 李俊鹏刚想感谢 可是却被岳父接下来的话噎个半死 岳父让他好好尝尝这块 他拿命出去买了三黄鸡 李俊鹏借着上厕所赶紧逃离这尴尬的氛围 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打气 可是却发现了马桶上的乌龟 他好奇将乌龟拿出来 却把乌龟当成了女友青梅竹马的玩伴 一个劲地打着乌龟 没想到直接把乌龟扇进了马桶里 他赶紧下手去捞 可是手却卡住了 李俊鹏使劲地挣脱 结果按上了冲水键 手势出来的可乌龟却被冲走了 撞向洗衣机巨大的动静 引起了外面人的注意 他只能赶出来告诉众人 自己不小心把一只乌龟给冲走了 岳父立马火冒三丈 那是自己请大师开过光的灵龟 现在却被他给冲走了 李俊鹏告诉他自己想抢救来着 还是没有救回来 看着一家人因为一只乌龟吵了 吴忠林赶紧打起原厂 说可能是灵龟和他缘分散了这才走了 李俊鹏为了给岳父赔罪 拿起红酒准备自己打开 没想到力气过猛 拔出开瓶器的时候 被开瓶器的冲力给撞到脑门上 一系列的操作让岳父 对他这个上门女婿嫌弃万分 回家之后的他被家人围起来 询问今天相亲的事情怎么样 李俊鹏垂头丧气地告诉众人 岳父可能再也不想见到自己 第二天为了挽回岳父对自己的印象 李俊鹏将父亲单位给的农家乐票 送给了安琪的爸妈 老两口周末准备去农家乐游玩 可是安孝伯却担心女儿一个人在家 他打电话给吴忠林 告诉他自己要和妻子出去游玩 但是有点担心家里 想让他去自己家里帮忙看看情况 而家里的一对小情侣正准备过起二人世界 这对小情侣趁着父母出去游玩 准备在家里过二人世界 可是已经上车的父亲却眼皮直跳 直觉告诉他女儿今天把他们骗出去 适用了36记中的吊虎离山之计 他不顾妻子的阻拦 拽着妻子就要回家看看情况 安琪趁着楼上的老两口出门 准备偷偷用他们走廊厨房里的烤箱 他将烟机释放进去 将烤箱调整成最大火 烤箱时间设定成一个小时 李俊鹏抱着安琪准备带他去看自己带的礼物 安琪穿上李俊鹏买的衣服 倒好红酒摆上鲜花和蛋糕 李俊鹏妩媚地走进来 随后跪在地上边扭边唱 唱起了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 把安琪逗得合不拢嘴 赶紧拿起红酒喝一口缓一缓 随后他指责李俊鹏 为什么给自己买的是绿色的衣服 还打句说红配绿狗都腻 可是李俊鹏却解释说 红配绿甜蜜蜜 一句话把安琪给逗笑了 他端起红酒感谢李俊鹏给自己表演的节目 还有准备的鲜花和蛋糕 两人在床上挽起了两只小蜜蜂啊 飞在花丛中啊 二人正玩得起劲 李俊鹏却情不自禁地亲了一口安琪 就在这世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把二人吓了一跳 原来是楼上的肺老太回来了 他和老伴回来的时候 发现烤箱已经冒烟 赶紧过来询问情况 老两口准备出去找人帮忙 正巧撞见安琪的父母坐出租车回来 几人急匆匆地赶回家 安孝国敲着女儿的房门 屋里的李俊鹏魂都要下飞到九霄云外 安琪让他赶紧藏到床底下 可是父亲却直接开门进来 看到了正卖力往床底下钻的李俊鹏 安琪踢了踢他让他别躲了 从床底下出来的李俊鹏却和准岳父说 自己没想藏起来 他只是捡个拖鞋 安孝国觉得不像话 气得出门 安琪也责怪男朋友不会撒谎 捡什么拖鞋 拖鞋就在你脚上穿着呢 一家人来到厨房 贼老太指着烤箱讽刺安琪一家人 居然不经过别人同意偷偷用烤箱 还说安琪不检点 没结婚就带男朋友回家 几人正商讨着解决办法 没想到安琪青梅竹马的玩伴吴忠林来到家里 听见屋里的动静 告诉众人不用这么麻烦 他直接拍了一张照片 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 让他送一台全新的烤箱过来 这才平息了老两口的怒火 也让安孝国挽回了些许的面子 安琪送李俊鹏回家 李俊鹏询问安琪准岳父会不会回家打他 安琪笑着说那倒不至于 最多父亲吊着两天脸不理他 自己撒撒娇就可以了 只是他这个男朋友 可能在父亲那里又没有什么好印象了 他感叹男朋友是不是没神父体 为什么每次一来他们家 就遇到这么多倒霉的事 他让李俊鹏下次来的时候表现好一点 安孝国在屋里感谢吴忠林帮自己争气 安琪回到家里 他告诉父亲今天的货是自己男友床的 不应该让吴忠林出钱 他将李俊鹏给的钱塞到吴忠林手里 连同上次他偷偷给父亲买电动车的钱一并给他 并且感谢他的帮忙 这让吴忠林觉得自己些许有点尴尬 父亲一大早起床就喝起小酒 他告诉妻子自己看不上李俊鹏这个毛脚女婿 可是妻子却骂丈夫老糊涂 李俊鹏才是女儿的男朋友 让他看吴忠林的时候收起那副眉飞色舞的神情 自己看着都替他脸红 感情这种事是要看缘分的 脚踏两只船的事 他们坚决不能做 什么叫脚踏两头船呢 这叫优胜劣胎 奇奇就是看不上吴忠林 他也绝对不能嫁给这什么李俊鹏 第二天安孝国不顾妻子的阻拦 跑到了人民公园相亲角去物色未来女婿 没想到遇到女儿和李俊鹏 正在公园里约会 父亲拿着女儿的照片 来到上海赫赫有名的人民公园相亲 准备自己来物色未来的女婿 可是对方的要求却十分的苛刻 对方的儿子在医院工作 所以希望找一个可以顾家的儿媳妇 但是现在的小姑娘都被家里的人宠坏了 连内裤袜子都不会洗 不过也没有关系 如果女儿照顾不过来 可以让亲家母过来一起帮忙 反正大家有事好商量 母亲听了赶紧把丈夫拉走 这哪是来找儿媳妇 明明就是想找一家子保姆伺候他们 老两口正说着话 没想到撞见了正在公园约会的女儿 李俊鹏和女友的父母问好 可是安琪却发现母亲手里拿着自己的照片 她询问父母这是在做什么 母亲解释说她和父亲就是在公园溜达 可是二人却不相信 拿着照片又在相亲角 傻子都知道这是在干嘛 刚和叔叔阿姨说你好的李俊鹏 只能面色尴尬地又说起再见 垂头丧气地转身离开 安琪斥责父母不该掺和自己的事 回家的安琪妈对丈夫也是爱搭不理 她后悔自己头脑发昏听了丈夫的话 去什么相亲角物色女婿 这下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把人家好好的小伙子弄得伤了自尊 安孝国拗不过这对母女 只能答应让女儿买点东西 过两天去李俊鹏家里看一看 就当是陪李道歉 周末一大早 母亲找到正在学习考证的女儿 让她陪自己去超市买点东西 送去李俊鹏的家里 正巧这时安琪的舅妈秦玉萍突然上门拜访 母亲知道舅妈喜欢小酌两杯 让女儿将上次李俊鹏上门 买的红酒拿出来 没想到舅妈看了之后 告诉母女俩这个红酒 自己在加勒福超市的特价商品区见过 两瓶才66块钱 安琪不相信男朋友上门 只会带这么便宜的酒 舅妈却信誓旦旦的说 如果不相信 他们可以去超市里看一看 你看 还真是66啊 看着如此廉价的红酒 安琪觉得李俊鹏对自己的家人很不重视 母亲却安慰女儿要调整心态 这红酒包装都一样了 哪能看出来什么 舅妈秦玉萍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她的女儿一同到现在都还是单身 她女儿不如自己女儿 这次让她抓到机会 可不得添油加醋地胡说八道 心里啊 指不定怎么犯酸呢 安琪带着一堆礼物来到李俊鹏家里 一家人热情地招待着安琪 可让安琪觉得诧异的是 有个女生和李俊鹏 居然穿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出来 李俊鹏也吓了一跳 她和安琪介绍 这是后妈无非的女儿程悠悠 饭桌上李俊鹏掰螃蟹 汤汁不小心溅到衣服上 安琪赶忙拿纸巾准备帮她擦 没想到悠悠却抢先一步 边擦边责怪哥哥不心疼自己的劳动成果 好歹衣服还是她亲自买给她的 这让安琪心里很不适滋味 吃完饭之后一家人在客厅聊天 可是后妈却开门见山地询问 安琪家里有几套房子 你们家现在几套房子 你们家现在几套房子 女朋友第一天上门 男友的后妈就询问她家里有几套房子 男友告诉家人 女友家里有两套房子 一套现在住的 还有一套内环带拆迁的老房子 安琪表示房子够住就行 要多了也没什么用 后妈却说房子多可是大有用处 那可都是钱 她和安琪炫耀他们家也是两套房子 丈夫还是医学教授 还说儿子之前身边也不乏年轻的小姑娘追求 想用这一系列的话语来抬高李俊鹏的身价 这让安琪觉得很无语 应付完了家长 二人终于有点自己的时间 两人正准备偷偷亲一口 没想到妹妹却直接冲了进来 拉着男友嚷着要一起玩实况足球 看着两人目不转睛地打着游戏 安琪询问男友哪个人物是他 男友却说别问了 反正你也看不懂 安琪看着程悠悠和男友打游戏 两人水平不相上下心里吃起醋来 程悠悠还故意将安琪挤到一边 安琪起身告诉男友自己要回家了 李俊鹏赶紧出去送他 临走前程悠悠还埋怨安琪这个人小心眼 安琪在回家的路上和李俊鹏抱怨 他居然和后妈的女儿一起打游戏 把自己这个女朋友晾在一边 让自己一个人尴尬地在那里坐着 本来自己第一天上门就紧张 他当时去自己家的时候 出现那么多尴尬的事 自己都一直在他身边 安琪越说越气愤 拉着李俊鹏坐在草地上 询问他第一次上门买红酒的事情 他还记得当时让他上门的时候 一定要穿的隆重 结果他穿着休闲服就来了 李俊鹏大喊冤枉 告诉他那天发生的事情 他告诉安琪上门的那天 自己起了一个大早 专门去理发店做了发型 还去商场买了高级的衬衫和皮鞋 配了一块名牌的手表 最后6600的西服穿到身上 简直在人群中不要太耀眼 可是一切都在后妈过来之后搅黄了 后妈为了防止自己 被他父母当大款棒 硬是让自己脱掉西装 就连红酒也是后妈买好的 他也不知道价钱到底是多少 安琪只能原谅了他 安琪在一家日起做财务工作 这天财务部的日本部长木村 突然来公司视察 给大家来了一个措手不及 大家乱做一团 还把安琪的鞋子给踢飞了 看着没有穿鞋的安琪 木村虽然当场没有说什么 却私下将安琪叫到了办公室 看着安琪已经穿好了皮鞋 木村告诉安琪 原来他喜欢穿这种类型的鞋子 下次自己一定会给他多买几双 随后木村伸出了咸猪手 安琪吓得赶紧准备离开 可是老板却让安琪 将原本周三做完的报表 现在就拿给自己看 被老板穿小鞋工作完的 安琪在厕所不停地洗手 内心一阵地作呕 觉得老板就是一个老色鬼 李俊鹏下班去接安琪 安琪告诉他自己 被老板骚扰的事情 李俊鹏默默地听着 可是心里已经做好了盘算 第二天他和自己的同事 假扮成妖娆的男人 准备去给木村一个教训 女人被自己的日本老板骚扰 她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男友 男友和同事打扮成妖娆的男人 准备去教训木村 二人在电梯里将木村堵住 与他发生了亲密的肢体接触 并且拍下了照片 还故意让众人误会木村和他们的关系 让众人差点惊掉了下巴 随后二人将木村拉到楼道里 威胁木村如果再骚扰公司的女员工 他们就要好好地给他上一课 女友上班的时候 收到了男友发来的照片也是忍惧不惊 他觉得老板可能不会再骚扰他了 可是没想到老板死性不改 居然把安琪叫到办公室 告诉他自己最近在学中文 想让安琪帮他指导一下 安琪看着老板在看唐诗三百首 告诉老板这个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老板又拿出徐志摩的书 安琪再次告诉他徐志摩的书 如果用日文翻译就失去了其中的味道 可是老板却好像没有听安琪的话 自顾自地盯着安琪身上的装饰 安琪气得用上海话说了一句 小别三对牛弹琴 木村却询问小别三是什么意思 安琪只能坏笑地告诉他是上海话亲爱的意思 李俊鹏见木村没有丝毫收敛 再一次来到木村的公司 当着木村的面做出亲吻的动作 他将木村拉到厕所 告诉他上次自己可能没说清楚 自己的女朋友是安琪 如果他再敢骚扰安琪 自己这个网络工程师 分分钟就能将他们的照片 发到他们公司的主页上 李俊鹏回家的时候身上齐痒无比 他让妹妹陪自己去医院看病 原来是他穿的奇葩衣服让他过敏了 浑身起了徐马疹 护士准备给他输液时 却和隔壁的同事 讨论去香港游玩血拼抢购的计划 忘乎所以没想到扎了两次 才给李俊鹏扎针成功 手上还起了包 李俊鹏的妹妹对护士的不负责任非常反感 可护士却说是李俊鹏的手太粗 找不到静脉所以才会起包 三人发生了争执 索性安琪及时出现 才化解了这场争吵 原来护士是安琪舅妈的女儿姨童 姨童还开玩笑说 这真是大水冲的龙王妙 如果知道李俊鹏是自己的姐夫 自己一定会慢慢扎针的 他让姐姐跟自己去前台一趟 自己给姑姑配了药 让他给姑姑带回去 而他真实的目的是想让姐姐小心一点 自己的姐夫才被多扎了一针 他那个妹妹就心疼得不行 这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可一定要看见啊 别到时候被人卖了还给别人数钱呢 安琪不相信妹妹的话 可是回去的时候却看见成悠悠症大庭广众 无微不至地给李俊鹏挠起后背 这让安琪感到很不舒服 拿起皮包就生气地离开 李俊鹏赶紧让妹妹停手 慌忙地追了出去 二人离开后 吴忠林来到医院里询问护士体检的地方 一身名牌西服的他 在小户时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他们纷纷热情地招待起吴忠林 从小被寡母穷养的医童 一心盼着能嫁给富二代 所以自负美貌的他毫不犹豫地主动出击 看吴忠林做完项目 赶紧送上贴心的早饭 告诉他如果不吃早饭很容易滴血糖的 并且表示早饭都是含在套餐里 这些都是自己的举手之劳 吴忠林向他表示了感谢 李俊鹏陪着女友逛了一圈 终于把安琪哄高兴了 他准备送安琪回家 安琪却看见吴忠林的车停在自己的家门口 李俊鹏不想让别人撞见自己过敏尴尬的样子 他告诉安琪自己就先回家了 安琪走后 李俊鹏朝着吴忠林的车就是一脚 随后快速地逃离犯罪现场 而回家的安琪却看见自己舅妈一同的母亲 正热情地招待着吴忠林 女人回家发现自己的青梅竹马 居然在家里做客 而自己的舅妈却在殷勤地招待着 安琪回来 想要约他一起出去吃饭 可是安琪却以自己要备考注册会计师而拒绝 舅妈看准时机 拉着一表人才的吴忠林一同离去 半路上舅妈和他搭讪起来 得知他是从英国回来的海归 谎称自己的女儿最近在学英语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他 又从吴忠林那里要来 他经营户外用品店的名片以及联系方式 舅妈想要挖墙脚 把吴忠林介绍给自己的女儿 这天晚上他就悄悄地来到户外用品店 准备先来一招知己知彼 舅妈询问店员店里的生意情况 又悄悄打听这个店是买的还是租的 探店员觉得奇怪 舅妈谎称自己是吴忠林的远房亲戚 既然他今天不在 那自己就下次过来 第二天安孝国来到吴忠林的户外用品店 看着店里墙上他用照片记录下来的旅行生活 安孝国感慨万分 幻想着自己退休后的旅游生活 可是现在安琪还没有成家 这些事情也就是自己想想罢 吴忠林却把他的话当真了 他把自己的单反相机送给了安孝国 安孝国不好意思接下这个礼物 就在这时舅妈探头探脑地走进店里 看着自己的姐夫正不好意思地推脱相机 自己上前一把拿了过来 他最近正好要参加一个户外活动 需要用相机拍照 正好缺一个相机 既然姐夫这么客气 那自己就不客气了 安孝国气得牙痒痒一把夺了回来 二人争吵了起来 吴忠林只好又拿了一台数码相机送给舅妈 舅妈询问使用方法 顺带拿着相机对着他拍了一张照片 安孝国已经气得不行 将秦玉萍连拖带拽地拉了出去 大街上 安孝国指责秦玉萍想撬自己的女婿 可是舅妈却说安琪已经有了男朋友 自己的女儿还是单身 她给女儿介绍对象有什么错 让姐夫不要站着毛坑不用 自己的女儿又不比安琪差 没准就被吴忠林给看上了 不信他们就走着瞧 母亲来到医院门口找到女儿 将吴忠林的照片给她看 一同看着照片里的男人满眼放光 她告诉母亲吴忠林前天还来自己的医院体检 身上的西服加起来都好几万 母亲告诉女儿人家是英国回来的海归 家里有车有房 还开了一个户外用品店 母亲告诉女儿 她的姑父对吴忠林也比较看重 让女儿一定要把握先机 于是一同来到吴忠林的店里 想要制造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 她假装看屋里的户外运动服 随后看见吴忠林满眼的惊喜 对她说真的好巧啊 上次见面还是医院体检的时候 吴忠林看她换了衣服差点没认出来 一同开门见山地将相机还给她 告诉她母亲就喜欢贪小便宜 看着姑父有相机自己也想要 吴忠林得知一同是安琪的表妹 将相机又递给了她 一同说自己不喜欢接受别人的小恩小惠 不如自己去请她吃饭 没想到吃完饭后吴忠林又抢着买单 还把她送到家楼下 又送了一些户外用品给她 吴忠林走后 秦玉平询问女儿战况如何 女儿告诉她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他们改变命运的时候到了 女人的父亲准备去参加同学聚会 她还不知道父亲会在同学会上 遇到自己未来的婆婆 而婆婆却是父亲年轻同窗时候的死对头 如果不是婆婆当时举报父亲姐姐上海有工作 父亲也不会被派遣去农村 一待就是十年 饭桌上无非炫耀着自己的家庭条件 还有找儿媳妇的标准 一定要贤惠持家会做家务 男人在外面打拼 女人把家里收拾得亮亮堂堂的就行 安孝国却嘲笑他女人家务做得再好 最多也就是一个金牌保姆 二婚的女人什么事都不用干 卫生在不打扫干净 在家里哪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不甘示弱的无非 说安孝国这么没有教养 生的女儿肯定也好不到哪去 并诅咒安孝国的女儿这辈子都嫁不出去 二人争吵了起来 同学却责怪安孝国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告诉安孝国无非也不容易 虽然住着高楼大厦 可还没有和丈夫领证一直在同居的事情 安孝国趁机嘲讽无非 找了一个有钱的男人结果连田房都算不上 看着二人又要打起来 同学赶紧将无非拉走制止了这场闹剧 同学带着无非来到茶楼 让无非消消气 他询问无非为什么没和李建国领结婚手续 无非告诉同学老刘 当年李建国妻子病逝 他在病床前给妻子发过誓 这辈子不会再娶 原本自己只当他是给前妻一个安慰 便陪在了他身边 可是自己在他家伺候这么多年 每次一提结婚的事情 李建国就左右而言他 他也没有办法就这么一直耗着了 老刘告诉无非 他这条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 随后老刘悄悄告诉了他一个计划 晚上无非哼的小曲很晚才回去 还带着一束玫瑰花 他告诉众人是一个同学送的 第二天他又精心打扮准备出门 告诉丈夫今天自己要出去见同学 就不回来吃饭了 无非异常的举动让家人都觉得怪异 他找到老刘 告诉老刘他的方法都没有奏效 老刘觉得可能是他们下的料不够猛 这次他就给李建国来一记猛药刺激刺激他 无非询问老刘是什么猛药 可老刘却让无非将昨天买花 还有自己帮他出主意的钱一并给自己 加在一起420块钱 无非为了能够办成大事 只能默默忍受着老刘无理的要求 当天晚上无非就在客厅打起了电话 故意说得很大声将李建国吵醒 李建国悄悄地起床 结果偷听到无非正说着自己不愿和他领证的事 对方主动提出向无非求婚 并且约无非后天见面 无非挂了电话 被身后出生的李建国吓了一跳 李建国让他赶紧回屋 不要在客厅丢人现眼 回屋后李建国斥责无非就不该去参加什么同学聚会 都年过半百了还心思活络 无非告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他跟了李建国快十年了 他都不愿意和自己领证 女人都是需要面子的 每次别人一问结婚这个问题 他都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这次同学会遇到了老刘 他老婆也去世五六年了 他答应和自己领证 并且承诺不会委屈自己 还给自己一周的时间考虑 李建国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是心里却焦虑了起来 无非找到老刘 告诉老刘 他的方法十分有效 老李已经紧张的话都说不清楚了 老刘告诉他 这好戏才刚刚开始 让无非好好的配合自己再演一出大戏 女人和自己的老同学合伙 准备诓骗自己同居十年的未婚夫 想逼着未婚夫和自己领结婚证 并且答应事成之后 给同学一千块钱出厂费 第二天老刘捧着玫瑰花来到家里 居然当众向无非求婚 老刘的行为引起了李建国的不满 可是老刘却说无非虽然在他们家待了十年 但是他们没有领结婚证 自己就有权利追求无非 就有公平竞争的权利 无非告诉李建国 本来自己想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 可是这次同学聚会 同学都说他们是非法同居 甚至说他连填房都不如 为了自己的面子 他只能选择老刘了 老刘准备拉着无非离开 李建国拽回无非 为了挽回他的心 李建国当众表示无非是自己的合法妻子 答应会和他一起领证 无非的目的就这样达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李建国将要领结婚证的事情告诉儿子 李俊鹏也表示支持和祝福 可是父亲让儿子改口叫无非妈妈的时候 李俊鹏却说自己吃饱了随后快速离开 这让无非这个后妈有点失落 一旁的奶奶也只能安慰他慢慢来 无非未雨绸缪 准备将自己和前夫的财产全部转到女儿程悠悠的名下 为日后的财产问题消除隐患 可程悠悠却说自己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哥哥 将来会不会分走自己的财产 心思活络的母亲看出了女儿的心思 二人准备前去过户 半路上遇到了又来讨要演出费的老刘 已经给过一千的无非 看着老刘这个无底洞 拉着女儿就跑 没想到脚下一个不稳 扭到了脚踝 老刘告诉无非如果他想赖账 就告诉李建国事实真相 让他和李建国一拍两散 女儿却一脚把老刘踢翻 警告他在骚扰他们就要报警 回到家的无非 被医学院教授的丈夫诊断出扭伤了脚 无非告诉众人这段时间自己不方便做家务 便顺理成章地把女儿安排到家里 李俊狂还主动将自己的房间让给悠悠住 自己睡在外面的沙发 悠悠为了表现自己 亲自做了四菜一汤 奶奶都忍不住夸奖悠悠懂事能干 悠悠让大家先吃 自己给哥哥留一点 李建国却说儿子今晚去陪他的女朋友了 看着有点失落的女儿 无非告诉李建国 以后让李俊鹏回家吃饭 外面都是地沟油不健康 第二天悠悠爱不失手地 纹着李俊鹏洗好的衣服 没想到被母亲发现了 母亲告诉他这种默默奉献的感情就是喜欢 他告诉悠悠 只要他同意办理房产过户到他一人的名下 自己就答应帮女儿一马 谈恋爱是平等的 大家都有权利竞争 更何况他们是进水楼台 到时候就看李俊鹏自己怎么选了 你听我的 我来安排 这个女人正被开豪车的富二代追求 可是他却不知道 女人喜欢的居然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 为了摆脱男人的骚扰 他找到自己的哥哥 请求哥哥假扮自己的男友打发富二代 心软的李俊鹏答应了他 并且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帮他 这件事也不能让自己的女朋友安琪知道 安琪看着父亲把玩着单反相机 询问相机哪里来的 父亲告诉安琪是他青梅竹马的玩伴吴忠铃送的 他告诉女儿这是忠灵淘汰下来的相机 识货的安琪告诉他 这个相机是最新款价值一万多 他气得责怪父亲不该贪便宜 赶紧将相机拿走 他将吴忠灵约到附近的面包店 准备将相机还给他 而面包店里 李俊鹏正假装着陈悠悠的男朋友 陈悠悠拉着李俊鹏离开 可是富二代坚持不相信 除非他现在在路边亲李俊鹏一口 他就相信他们是恋人 陈悠悠就这样亲上了一脸懵的李俊鹏 而这一切正好被安琪看个一清二楚 安琪气冲冲地冲上前 将二人拉开随后狠狠地给了李俊鹏一巴掌 李俊鹏赶紧向女友解释 可是陈悠悠却说亲者自亲 更何况他们还没有血缘关系 安琪气愤地准备离开 可是吴忠灵确劝安琪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 心平气和地听俊鹏解释清楚 公园里李俊鹏和安琪解释 自己只是帮助妹妹摆脱别人的骚扰 得知事情真相的安琪原谅了俊鹏 但是要李俊鹏以后必须和悠悠保持距离 误会解除二人和好卢初的抱在一起 而在他们身后的吴忠灵却黯然神伤 第二天悠悠发烧烧到39度 父亲不在家 后妈的脚又扭伤了 李俊鹏只好自己送悠悠去医院 可没想到今天又是安琪的妹妹值班 一同看见李俊鹏觉得狐疑 因为早上姐姐打电话告诉她 今天要和男友一起去看电影 医院里的李俊鹏坐立不安 思前想后决定坦白从宽 她告诉安琪因为怕她误会 所以她谎称自己今天有事 不能陪她看电影 实际上是悠悠病了 家里没人只好自己送她来医院看病 她希望安琪能够理解 没想到对面传来安琪爸的声音 安孝国还询问悠悠是谁 吓得李俊鹏赶紧挂断了电话 李俊鹏找到安琪 安琪感谢她的坦白 看着你有没有生气 李俊鹏赶紧去买蛋糕哄她开心 李俊鹏走后她的手机收到了短信 安琪打开手机 看见悠悠发来的短信 她让哥哥现在回去帮自己修电脑 安琪将悠悠的短信删了 又把李俊鹏的手机关了机 李俊鹏回来的时候还以为手机没电了 便将手机丢到了一边 安琪就这样享受起了属于她俩的二人世界 安琪将男朋友送到家楼下 两人正准备来个离别的相吻 没想到悠悠却冲出来打了李俊鹏 询问她为什么不接自己的电话 李俊鹏告诉她自己的手机没电了 悠悠一把夺过来 告诉她这明明就是关机了 安琪承认是自己关的机 让李俊鹏赶紧去给自己的好妹妹修电脑 以后自己不和她玩了 悠悠让李俊鹏赶紧回家修电脑 可是李俊鹏却赶紧去安慰自己的女朋友 回家之后的无非告诉女儿 这个安琪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表面看着柔柔弱弱的 居然被地里干扇短信 关手机的下作行为 这将来要进门了还得了 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整整她 第二天 程悠悠居然去了安琪工作的地方 准备挑拨李俊鹏和安琪的感情 有什么事吗 没事啊 请让你一块吃个饭 小姑子请未来嫂子吃饭 想和嫂子抢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他故意告诉嫂子 自己已经搬到了哥哥的家里 哥哥还把他的房间给让了出来 自己睡到了沙发上 哥哥睡觉剔被子 还得辛苦自己每天半夜起床帮他盖被子 安琪听完愤怒不已 让程悠悠回去转告自己的男友 姑奶奶不奉陪了 安琪打电话给自己的青梅竹马 让他开车来自己家的胡同 胡同口安琪和男友正在吵架 安琪告诉李俊鹏他们俩的感情结束了 他的后妈嫁过来 还买一送一带的一个儿媳妇 他抢不过他那个进水楼台的妹妹 他指责男友还把床让出去给别人睡 吴忠林开车来到胡同口 安琪上车让吴忠林开车离开 留下一脸诧异的李俊鹏 吴忠林询问安琪怎么了 安琪告诉他就是想让他帮个忙 给男友一点颜色看看 二人来到茶楼 李俊鹏打来了电话 安琪让吴忠林替自己接电话 随便说点什么都行 吴忠林告诉他安琪去上厕所了 等会让他回来的时候再给他回电话 晚上吴忠林送安琪回家 再配合安琪演完戏后的他 忍不住向安琪真情流露 他告诉安琪自己暗恋了他九年 从上学的时候自己就喜欢上了他 原本以为二人会顺利地考进同一所大学 可是没想到自己高考失利 去了外地的大专 可是安琪却考上了名牌大学 这让二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原本他以为自己可以克制住这份感情 可是如果今天不说 自己可能再也没有勇气说出来 吴忠林的大胆表白 给了安琪一个措手不及 他告诉忠林自己爱的是李俊鹏 所以无法对他的感情做出回应 李俊鹏守候在安琪家门口 撞见了送安琪回家的吴忠林 他告诉安琪自己这辈子只会爱他这一个女人 别想将他给甩了 他更不会给别的男人追求他的机会 他拿出手机递给安琪并告诉他 自己妹妹的联系方式和短信卡想删就删 实在不行他把手机砸了都行 就在这时妹妹又打来了电话 李俊鹏当着安琪的面接通电话 警告自己的妹妹 以后不要再骚扰自己的女朋友 更不要对着自己这个哥哥有什么非分之想 他这辈子只会娶安琪做老婆 安琪眼含泪水询问俊鹏爱不爱自己 李俊鹏对着大街小巷的邻居 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爱安琪 安琪被俊鹏的真挚感动 二人又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被拒绝得成悠悠感谢母亲做的这一切 他安慰母亲自己没事 只是哥哥现在还爱着安琪 只要哥哥还没有结婚 自己就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安琪的注册会计师成绩下来了 只差三分的他懊恼不已 而父亲却觉得女儿就是被李俊鹏给带坏了 以前他考什么日语都是一次性就过了 安琪却告诉父亲这两个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考试 李俊鹏为了让安琪散心 提议去参加CS真人对抗 安孝国夫妇害怕孤男寡女出去会出事 安琪却解释他们只是去游玩散心 安孝国让女儿和他们约法三章 可女儿强调不能和李俊鹏做出格的事 安琪发誓赌咒之后 父母才勉强同意让女儿出去游玩 二人就这样来到了神鹰俱乐部 准备开展户外真人CS运动 女人和男友去参加户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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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却没在房产证上写上儿子儿媳的姓名 后妈告诉儿子 既然他们是全款买的房子 就没有必要写上女方的名字 这让李俊鹏觉得有点愧对女友 李俊鹏工作时和同事讨论起买房的事 同事告诉李俊鹏 当初自己婚前父母全款买房的时候 家人只在房产证上写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丈母娘闹腾的不行 说女儿把自己的大好青春都给了她 结果嫁过来还要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最后丈母娘一哭二闹三上吊 母亲也没办法 只能答应如果儿媳妇生下孩子 就在房产证上加上儿媳的名字 李俊鹏告诉同事 自己爸妈买的房子上面都没写自己的名字 同事却觉得李俊鹏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晚上李俊鹏和安琪一起吃饭 他告诉安琪父亲已经全款给他们买好了婚房 但是房产证上没有写他的名字 原本以为安琪会生气 没想到安琪却表现得很坦然 觉得公婆既然全款买了房子 他们就免受房奴之苦了 安琪还安慰男友 千间大厦只需欺齿而眠 他还将丑话说在了前面 如果他们以后离婚的话 自己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本来就一分钱都没有带来 李俊鹏觉得晦气赶紧拿东西堵住安琪的嘴 他告诉安琪父亲想要约他的父母见一面 晚上回家安琪告诉父母房子的事情 安孝国却觉得李俊鹏的后妈太厉害 在女儿和女婿之前和李俊鹏他罢领了结婚证 现在又在女儿和女婿结婚之前买房 还没有写上他们俩的名字 这将来李建国突然挂了 这房子就是后妈的 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表示安琪和李俊鹏以后肯定要吃后妈的大亏 安琪却心心念念替李俊鹏说话 这个房子都是男友磨破的嘴皮才说动公婆买的 安琪告诉父母 公婆想让他们抽个时间见面 商讨结婚的事项 可是安孝国却说自己坚决不去 还没等到亲家见面吃饭 安琪的舅妈便戒着 自己的女儿在三甲医院从实习护士转正 又加上找了新男朋友的由头 请安琪一家人吃饭 可是看到吴忠霖和一同一起走入饭店时 安琪一家都傻眼了 只有李俊鹏这个情敌偷着乐 自从上次吴忠霖表白被安琪拒绝 他在偶然间发现了一同和安琪相同的习惯 他们吃蛋塔都是用勺子先从中间吃 吴忠霖便决定用和一同的恋爱来忘解安琪 安孝国气愤舅妈从中作梗 看见吴忠霖这个肥水流了外人田 也和吴忠霖至起起来 饭桌上他连连和李俊鹏喝酒 还让李俊鹏原谅他这个老丈人以前的过错 并且答应了和李俊鹏父母吃饭的要求 女人和男友谈了一个月恋爱 今天问起了男友家中房产的问题 男友坦承自己父母出国前 曾经给他留过一套房子 但是为了扩大户外用品店 他便将房子给变卖了 现在他住在户外用品店的二楼卧室 没有小生埋怨自己的姐姐 居然没有将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自己 他询问男友将来的打算 吴忠霖告诉他三年之后自己会买房 但是最近这几年 他想将钱拿来再开几家户外用品连锁店 一番话说的让住冠罗斯科的依童 重新审视起自己和吴忠霖的关系 医院里小护士和依童说 隔壁呼吸科的小美 嫁了一个富二代 下个月准备去马尔大夫举办婚礼 还感叹女人长得好不仇价的差 他还告诉依童有个朋友 托自己找个好看的小护士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依童了 男方母亲是开大公司的 他询问依童有没有男朋友 依童一口否认说没有 李俊鹏和同事去饭店吃饭 没想到却撞见刚刚相亲结束的依童 依童看见自己的姐夫 慌忙地说自己还有事随后赶紧离开 这让李俊鹏觉得十分诧异 李俊鹏将依童骑驴找马的事情告诉了安琪 他觉得依童就是想坐享其成 不想和吴忠霖一起白手起家 两人正说着话 安琪接到了吴忠霖的电话 他想约安琪出来见一面 咖啡厅里吴忠霖告诉安琪自己想和依童分手 他不该为了忘记安琪 就草率地和依童发展起恋情 可是经过和他一段时间的交往 觉得自己和依童并不合适 安琪还以为吴忠霖发现了依童的事情 没想到依童来到咖啡店的时候 先一步和吴忠霖提出了分手 他告诉吴忠霖自己实在没有勇气和他一起奋斗 请吴忠霖原谅自己 吴忠霖没想到事情居然会这样反转 也是松了一口气 安琪更是哭笑不得 李俊鹏的妹妹程悠悠为了勤工俭学 到自己钟爱的户外运动店应聘 吴忠霖见到他 就想起上次他大庭广众 亲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哥哥的事 吴忠霖拒绝了悠悠的面试 并且给了他两个理由 第一是诚悠悠是自己情敌的妹妹 第二是他讨厌感情中的第三者 可是诚悠悠却发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如果因为自己是李俊鹏的妹妹 就拒绝面试他 那么他吴忠霖对自己也太没有自信了 另外他也从来不是什么第三者 只要李俊鹏和安琪没有结婚 他就有资格公平竞争 就像如果安琪和李俊鹏分手 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安琪一样 就这样吴忠霖被悠悠说服 留他下来工作 原本想要让悠悠知难而退 可是悠悠吃苦耐劳的性格 却深得吴忠霖的欣赏 吴忠霖和悠悠 讨论起李俊鹏和安琪买婚房的事 并且劝悠悠不要为了李俊鹏一棵大树 而放弃整片森林 可是没想到却遭到悠悠的奚落 他觉得只要李俊鹏还没有结婚 自己就还有机会 面对真爱就要鼓起勇气和坚持 哪怕最后真的没有结果 也要像飞蛾扑火一样轰轰烈烈一场 一番话说的吴忠霖开始重新思考 对安琪的感情 可是安琪和俊鹏此刻 正在饭店和家人商讨二人的婚礼事宜 男人正在酒店找厕所 可是一个不注意 撞到了端水的服务员 没想到水却全部泼到一旁女人的脸上 等女人睁开眼睛 才发现男人正是自己上学时候的死敌 他还不知道这个男人 就是今天前来商讨儿女婚事的亲家 无非让安孝伯赔自己的衣服 这衣服可是自己花了三千五买的 二人的吵闹声引起屋里人的注意 众人赶紧出来劝嫁 他们两个人这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 饭桌上李俊鹏提议将婚礼定在明年四月份 众人一致认同 李俊鹏公司来了一个电话 趁着儿子出去接电话的空隙 后妈告诉安琪的父母 既然房子是男方全款买的 那么女方就掏三十万出来装修和买家具 李建国让妻子注意说话态度 并和安琪父母表示家庭条件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两个孩子以后能过好自己的日子 后妈又含沙摄影地说儿子自从谈恋爱之后 花钱就如同流水一样 整天口袋里都是空的 安琪也气愤准婆婆的态度 自己和李俊鹏在一起时 他也没有怎么给自己买过礼物 这钱他们做父母的没有见过 自己这个女友也没有见到 那他倒想问问李俊鹏这钱到底花哪里去了 安琪不停地让李俊鹏说他的钱花哪去了 不然他父母还以为自己卷了他的钱补贴娘家了 南方的态度让安琪的父母觉得受到了侮辱 安孝国摔东西让女儿和自己走人 就连一向宽厚待人的母亲都觉得过分 回家之后的安孝国质问女儿 是不是和李俊鹏发生了关系 不然他们家怎么能说出那么嚣张的话 张口闭口的就是钱钱钱 嘴上说着家里有钱 实际上干的事还没有穷人漂亮 他们要求安琪立即与李俊鹏分手 安琪也无法忍受父母的尊严 在李俊鹏家人面前受到侮辱 他打电话询问李俊鹏 自己是不是从来没有向他提过什么要求 他们俩认识的时候 李俊鹏就是一个月光族 为什么他后妈说的好像是自己花了他的钱 买房子的是本来他们商量好共同还贷 可是他的父母没有和他们家人商量 就自作主张全款买好了房子 他的父母觉得二人是真心相爱 所以对这件事闭口不提 可是他们家却为了防得他们离婚分财产 既然要防着离婚 干嘛他们还要结这个婚呢 安琪告诉李俊鹏 为了他自己住在哪里都无所谓 但是他的父母是要脸面的人 如果非要自己牺牲他们的尊严 来委屈求全地成全自己 那他不可能做到 安琪忍痛和李俊鹏提出分手 李俊鹏苦苦守候在安琪家楼下一整晚 可是安琪却一直不愿意开门 看到这一幕的安琪妈心生怜悯 可是安孝国却让妻子千万不能心软 无非那个恶婆婆他们都搞定不了 更何况是善良的女儿 他告诉妻子治疗失恋最好的办法 就是迅速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一番话说完安孝国被妻子臭骂一顿 让他不要再打吴忠林的主意 女儿又不是菜市场的臭鱼烂下 谁都可以随便买走 他告诉丈夫女人也有女人的尊严 并且警告他女儿现在正在敏感期 不允许丈夫和吴忠林来往 李俊鹏还等在楼下 安琪的舅妈带着女儿前来 看着李俊鹏在门口觉得奇怪 安琪妈招呼二人 可是却没有让李俊鹏进屋 安琪怕舅妈和妹妹询问 赶紧往楼顶跑去 李俊鹏像有所察觉一样 也跑到另一边的胡同口 看到了躲着自己的安琪 安琪看到李俊鹏又躲了起来 可是李俊鹏却让安琪接电话 他告诉安琪一切都是他们家的错 现在这个情况也是他们控制不了的 他询问安琪是否真的这么狠心 这么狠心地和自己分手 如果抛开现在的一切 他只想听安琪一句话 他到底还爱不爱自己 安琪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 满脑子都是自己和李俊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那些甜蜜的时光 怎么能是一句分手就能全部忘记的 看着安琪没有回应自己 李俊鹏告诉安琪 自己真的很爱很爱他 他这辈子只爱安琪一个人 李俊鹏落寞地转身离开 安琪看着空荡荡的巷口泪如雨下 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他一直一直都深爱着李俊鹏 而现在面对这样的结局 深爱对方的两人痛苦不已 父母陪着女儿去商讨结婚事宜 可是男方后妈觉得他们就是图钱 处处提防贬损着他们 看不惯亲家高高在上的态度 安琪国夫妇坚持让女儿和男友分手 父亲还认为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 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他不顾母亲的警告 将暗恋女儿的青梅竹马叫到家里 并且鼓励钟林常来家里做客 得知吴钟林之前在英国待过 便一时兴起 让吴钟林教自己稀释面条的烹饪方法 可是失恋敏感期的安琪 看到父亲和吴钟林做的意大利面 却和父母吵了起来 自己刚刚失恋 他们就把吴钟林请到家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现在只想一个人亲近一回 情绪失控的安琪将意大利面全部倒进了垃圾桶 吴钟林指责安琪不该这样对待父亲 可是安孝国却意外地没有指责女儿 安琪得知父亲自己出去散心 想着去和父亲道歉 却看见父亲坐在长椅看着隔壁的父女情深 看着越见苍老的父亲为自己的婚姻大事心烦 安琪后悔今天的举动 伤了父母的一片苦心 安琪将衣服给父亲披上 可是安孝国却询问女儿饿不饿 自己回家给她做饭吃 安琪告诉父亲自己小时候 也像那个小女孩一样依赖着父亲 自己已经做了二十几年的小公主 稍微有点不开心就随意地使性子 从来没有让他们多想点福 现在自己想清楚了 她要试着忘记李俊鹏 试着接受吴钟林 更会好好地孝顺父母 安琪的话让安孝国欣慰不已 深夜安琪拿出日记 写下自己的心境 原本自己怀抱所有美好的愿望 可都在两家人见面之后瞬间崩塌化为粉尘 她已经无法回头了 和李俊鹏过去的点点滴滴都在脑海里重复放影 全部压在她的心头 她每回忆一次都会痛得无法呼吸 可是现在的她 不得不重新选择 她也该像乌鸦反哺那样回报父母了 安琪决定为了自己的亲情和父母的尊严 放弃自己的爱情 她找到李俊鹏 平心静气地和她提出了分手 可是李俊鹏却坚决不同意 安琪告诉她自己现在的压力很大 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 他们的爱情在现实面前真的很无力 她实在没有勇气再继续走下去了 因为她不知道路的尽头是不是自己所选择的 安琪告诉俊鹏自己给她准备了分手礼物 她将自己节省下来准备买平板电脑的钱 给李俊鹏买了游戏机 而李俊鹏则将自己原本想买游戏机的钱 给安琪买了平板电脑 二人难得地默契了一次 安琪抱着平板电脑如获之宝 告诉李俊鹏这个礼物自己收下了 随后拿着平板痛苦地离开 回家后安琪失魂落魄地告诉父母 她和李俊鹏已经分手了 而李俊鹏的后妈看着儿子带着游戏机回来 让她将游戏机还回去 反正他们俩已经分手了 自己可以出钱给她再买一套 李俊鹏心灰意冷地告诉父母 他们想要的结果达到了 女人找到青梅竹马的好友 告诉她自己想为了父母和她试着在一起 可是她现在还忘不掉自己的前男友 她问男人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自己 没想到男人却一口答应下来 并且告诉女人自己等这一天等了九年 而女人的前男友因为失恋 闹起了绝食 连平时最爱吃的橙子也不吃了 妹妹看着哥哥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决定为她做点什么 成悠悠自作主张跑到安孝国家里 想替自己的母亲道歉 并且告诉二人哥哥因为和安琪分手 和家人闹起了绝食 她知道安琪姐现在肯定也是这样 她请求安孝国夫妇答应安琪和哥哥的婚事 没想到却遭到安孝国的嘲讽 她告诉悠悠自己的女儿是个体谅父母的好孩子 不会做出绝食这种举动 况且现在女儿已经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她让成悠悠不要白费心思了 让自己的哥哥好好吃饭 早点忘记自己的女儿 成悠悠走的时候 在胡同口撞见了坐无中林车回来的安琪 无中林帮安琪姐安全带的动作 让躲在角落的悠悠物以为二人在接吻 悠悠觉得安琪喜心愿就愤怒地离开 回家将好不容易要吃饭的哥哥给臭骂了一顿 成天不吃饭摆个死人脸 以为自己对爱情忠贞不一 却不知道安琪已经另寻她欢 李俊鹏气得摔了筷子 自己和安琪分手了 用不着她来教育自己 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几句话说得成悠悠气地离开 李俊鹏也没有胃口独自回屋 留下了不知所措的奶奶 李俊鹏去安琪的公司嫁服务器 在大厅遇到了安琪 二人四目相对 准备擦肩而过时 安琪忍不住告诉李俊鹏她瘦了 李俊鹏也告诉安琪她的气色也不好 让她多注意休息 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李俊鹏准备离开 安琪叫住了她 可是却被突然闯进来的吴忠林打断 他来接安琪一起去看电影 李俊鹏看着二人真的在一起了 只能苦涩地说了一句挺好的 随后转身离开 三人各怀心事 复杂和矛盾在他们心中不停地交织 吴忠林和安琪一起吃着烛光晚餐 他告诉安琪自己等了她九年 他希望安琪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人和事 重新变回那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他可以等着她 无论是一年两年还是十年 吴忠林拿起红酒一饮而尽 借着微醺的状态 出自本能地想去亲吻自己心爱的女孩 可是安琪却想起自己和李俊鹏在一起出闻的场面 安琪的餐具落地 他慌张地说了句对不起赶紧离开 吴忠林也如梦初醒 对刚才的莽撞行为也有点懊悔 安琪的父亲认为忠林脸皮太薄 所谓好妻就怕带汗魔 自己的女儿是个传统的女孩 如果女儿结婚了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他暗示吴忠林要加快脚步速战速决 吴忠林深思熟虑之后 买了一颗拉的钻戒准备向安琪求婚 男人告诉自己的老婆 今天女儿的男友会向女儿求婚 吴忠林买了一颗拉的钻戒 对今天和安琪的求婚也是满怀信心 可是安琪的母亲却觉得这样不妥 女儿还没有从上一段感情走出来 丈夫就联合吴忠林一起强势追求女儿 他知道女儿一直放不下李俊鹏 方慧如坐卧不安 他再三思索 决定将吴忠林准备向女儿求婚的事 发短信告诉女儿的前男友 剩下的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餐厅里情声悠扬 安琪看着眼神炽热的吴忠林 觉得今天的他有点异样 服务员送来了鲜花 吴忠林将鲜花献给了安琪 随后拿起钻戒向他求婚 这让安琪觉得很是不安 吴忠林告诉安琪 他知道安琪对李俊鹏的感情非同一般 也知道爱得越深痛得越深 但是他愿意用自己余生的时光 陪着安琪一起疗伤 希望安琪给自己一次机会 让自己这辈子能够好好地照顾他 他拿起钻戒缓缓地准备待到安琪的手上 就在这时李俊鹏赶到 安琪看着赶来的俊鹏一时之间失了神 李俊鹏上前对着吴忠林说了句抱歉 随后将安琪强行拉走 看着离去的二人 吴忠林知道自己可能永远走进不了安琪的心里 二人在路边发生了争吵 李俊鹏质问安琪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为什么明明相爱却要彼此伤害 他记得安琪曾经说过 他可以不要房子不要车子 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要在一起 现在自己也什么都不要了 他让安琪和自己一起私奔 安琪告诉李俊鹏他不能那么自私 他要为自己的父母考虑 看着安琪转身离开 李俊鹏泪泪如雨下 可就在这时 他们的身后开来一辆急速行驶的货车 安琪出于本能慌忙地将李俊鹏推开 可是李俊鹏一把推开了安琪 自己却被货车给狠狠地撞倒在地 医院里护士不停地忙碌 头部受伤的安琪从昏迷中苏醒 他告诉父母是李俊鹏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 他请求父母不要再拆散他和李俊鹏 自己真的离不开他 李俊鹏的家人火急火燎地来到医院 医生告诉他们血库被吸不足 现在需要紧急抽血 父亲准备去抽血 可是后妈却说丈夫有高血压不能抽 就在这时安琪冲了出来 告诉众人抽自己的血 安琪躺在手术台上 看着对面这个为他豁出性命的男人 他知道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医生所爱 李俊鹏的手术很成功 医生告诉众人病人的状态很好 只要住院慢慢休养三个月就可以康复 李俊鹏的父亲让安琪回去休息 可是安琪却坚持要守着俊鹏 昏迷的李俊鹏 还说着要和安琪永远在一起的话 他们还要一起结婚 安琪答应李俊鹏自己再也不会离开他了 而听到这些的吴忠林默默地退出了医院 安琪辞掉了工作 专心在医院照顾李俊鹏 安孝国也对这个毛脚女婿态度发生了转变 为了女儿的幸福 他也只能退不接受 李俊鹏在医院享受着安琪的照顾 安琪也会时不时地给李俊鹏按摩抓眼 还将他很久没洗澡的后背给他闻 三个月很快过去 在安琪的精心照料下 李俊鹏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了 吴忠林来到医院探望李俊鹏 并且告诉二人自己要回英国了 他祝福安琪和李俊鹏能够幸福 李俊鹏出院后 李建国再次邀请安琪一家用餐 想要和他们商讨儿女婚礼的事宜 对对父母商讨儿女的婚事 男方全款买了房子 女方准备买家里的电器 后妈却说他们买家电自己要把把关 女方父母告诉众人自己肯定买名牌电器 奶奶承诺男方负责一切的酒宴和装修费用 这老子挣的钱不就是给儿子花的吗 一句话惹得后妈很是不爽 李俊鹏通过面试 如愿以偿跳槽到了全球500强的公司 薪资也翻了一番 安琪也找到了新的工作 小两口的生活获得了暂时的平静 李俊鹏和父母提出要先和安琪拍结婚照 父亲得知定金就要先付3000 害怕李俊鹏日后乱花钱 提议让他每个月上交3000元给后妈 让后妈开的户头帮他存着 李俊鹏看出父亲的用意 告诉他安琪绝对不是贪自己钱的人 父亲却说既然安琪这么深明大意 他肯定不会和你计较这些的 安琪和李俊鹏去影楼拍了很多婚纱照 又去户外拍了很多照片 可是安琪最后选下来还多出20多张 摄影师告诉二人 如果想把照片全部装定成册 多出的照片每张要加收150元 安琪为了给李俊鹏省钱 想再删除一些照片 可李俊鹏却告诉摄影师 这些照片他们全部都要了 李俊鹏和安琪和好以后 每天都来安琪家里蹭饭 这让安琪家的支出骤然上升 安孝国开始在妻子面前抱怨 妻子告诉丈夫李俊鹏为了给安琪买戒指 平时也是省吃俭用 安孝国听完之后 内心也是五味杂陈 他决定为了女儿放下姿态 和李俊鹏搞好关系 他拿着油桃进屋 看着二人在贴出租票新生好奇 安琪告诉父亲 李俊鹏的公司有报销车票的福利 这些车票都是他们找各个同事收集的 这样李俊鹏每天挤公交车和地铁上班 又可以通过报销车票节省一大笔钱 安孝国让李俊鹏要注意身体 工作晚了该打车还是要打车 不能把身体给弄垮了 看着外面天色已晚 安孝国破天荒地允许他今晚住在这里 这里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 老丈人的话让李俊鹏乐开了花 他告诉二人自己要去超市买一些日用品 可是经过雨伞区的时候 李俊鹏又鬼使神拆地买了一盒 回到家兴奋的李俊鹏摆出性感的姿势 嘴里准备说出老婆我来了 可是一回头却看见自己的老丈人躺在床上 老丈人还让他赶紧去洗澡睡觉 原本想着美事的李俊鹏 就这样在岳父的憨声和外面野猫的叫春声中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可是安琪却做起了噩梦 梦里的他被婆婆不停地打压 可是李俊鹏却在一旁袖手旁观 你以为他会帮你啊 他是我儿子怎么可能帮你啊 媳妇是外人外人 只要你踏进我李家门 就什么都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 是总裸酒的 第二天一早 众人发现安琪居然不见了 李俊鹏只好和岳父一起去派出所报案 今天是男人和女友领结婚证的日子 男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六年的感情长跑终于要画上圆满的句号 可是约定的时间到了 安琪却不见了 手机也关了机 李俊鹏去了安琪的公司 又去了他们平时经常去的地方 都没有见到安琪的身影 李俊鹏准备回去和岳父岳母商量 却在上地铁时和安琪擦肩而过 回到家的李俊鹏看到了四个家长围在一起 不祥的阴云笼罩在每一个人脸上 李俊鹏的后妈打去安琪向电影里的逃婚 李建国让后妈少说两句 当务之急先去报警 李俊鹏和岳父一起去派出所报案 可是民警告诉他们 按照规定成年人失踪48小时以上 他们才会立案侦查 两家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而安琪却去了静老院 找到了李奶奶 他告诉李奶奶自己一直盼望着结婚 可是越接近结婚自己的心里就越慌 李奶奶告诉安琪 他在这个静老院里 一直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是他和李俊鹏经常来陪伴自己 李俊鹏经常教自己上网打字 而安琪每次来都给自己带好吃的水果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俊鹏是个可以值得托付的孩子 还记得那时你挽着奶奶的胳膊 让奶奶给你们当结婚时的证婚人吗 那个幸福的微笑奶奶可是一直还记得 奶奶的安慰让安琪笑了起来 他打去安琪来的时候像个苦瓜 现在笑起来像朵花一样 安琪询问奶奶自己应该怎么办 奶奶告诉他一切跟着自己的内心走 幸福的路是自己选的 如果选准了 就勇敢大步地向前走 好日子就会在前面等着你吧 李俊鹏接到李奶奶的电话 来到敬老院看到了蹲在路边的安琪 安琪满眼含泪地告诉李俊鹏自己错了 他真的很害怕 如果他想骂自己 他绝对不会还嘴的 可是李俊鹏却紧紧地抱住了安琪 他让安琪什么都不要说了 自己全部都懂 看见安琪平安无事地回家 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安琪也紧紧地抱住了 担心了自己一天的母亲 父亲也慌忙地去给女儿张罗着吃呢 可安琪却失魂落魄地坐在公园的秋千椅上 父亲从后面缓缓地推着女儿 看着迷茫的女儿 他告诉安琪从车祸和逃婚这两件事上来看 李俊鹏这个男人是靠得住的 他告诉女儿他们那个年代都会念一首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爸爸妈妈都会在你的身后默默地撑着你 所以不用担心 从明天开始 你就专心地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新娘子吧 结婚之后你就是大人了 爸爸祝你新婚幸福 今天是男人的婚礼 可是他却把婚戒忘在了家里 妻子气得直骂老公是个大头笨猪 拿戒指回来的李俊鹏 慌忙地冲进安琪的家里 可是却被堵在了门口 一群人嚷着给红包才给开门 李俊鹏为了赶时间 直接将红包拿了出来 慌忙地就要抱走安琪 可是众人却说要找到鞋才能走 看着众人忙活半天只找到一双 安琪悄悄地给丈夫使了一个眼色 李俊鹏顺利地找到了鞋 并给安琪穿上 他给岳父岳母进了改口茶 安琪的母亲叮嘱女儿 以后去了婆家不能再使大小姐脾气 要孝敬公婆善待自己的丈夫 老丈人告诉李俊鹏 自己这个宝贝女儿 从今天开始就交到他手里了 他希望李俊鹏能好好地对待女儿 并且祝福他们白头到老永杰同心 二人喝完红枣莲子羹 李俊鹏抱着新娘一路狂奔 准备赶往举办婚礼的酒店 终于要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礼上后妈叮嘱女儿要有点眼色 南方客人给的红包要抢着夺过来 李俊鹏的领导前来贺喜 看着两个收红包的伴娘 只能尴尬地将红包放在桌上 悠悠和安琪的同事爱米争夺起红包 两人抢得面红耳饰 安琪和婆婆赶紧过来劝家 得知是李俊鹏的领导给的红包了 安琪将红包还给了悠悠 悠悠觉得丢脸 将钱全部塞到了母亲的手里 母亲赶紧塞进自己的包里 小插曲结束 婚礼进入正题 安孝伯牵着女儿的手 缓缓地走进大厅 李俊鹏也缓缓地向二人走来 他从岳父手中接走了安琪 二人慢慢地走向舞台中间 迎接亲朋好友的祝福 安孝伯两眼含泪地走在身后 舞台上的二人感谢着双方的父母 承诺自己一定会给对方一个幸福的生活 李俊鹏单膝下跪 替安琪带上了婚件 随后在安琪的嘴上印上深深的一文 而安琪不知道的是 也在英国的教堂里默默地祝福着他 婚宴结束 回到家的二人已经累得不行 安孝伯回到家里 今天这个热闹的婚礼 他除了开心 内心还有一丝的伤感和落寞 安孝伯看着女儿空荡荡的房间 以往热闹的家里 如今变得些许有些冷清 拿起桌上的老照片一夜夜地翻看 曾经自己希望女儿可以快点长大 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可是现在又不想女儿长大 因为自己的小棉袄没了 妻子看到丈夫失落地坐着 一向坚强的她终究还是没有控制住情绪 变成了累人 一时之间方慧如也不知如何安慰丈夫 只能默默地站在她的身后 她的心里也是万般地不舍 女儿出嫁的时候 她才真正地体会到 女儿是娘的心头肉 可是不管女儿走到哪里 自己的心还会永远地放在她的身上 可李俊宏和安琪的二人的生活 这才刚刚开始 女人新婚第一天下班回家 丈夫就做了一桌子好吃的饭菜 这让妻子觉得很幸福 可是这一切只不过是女人的幻想 她回到家 看到的就只有正在打游戏的老公 气得女人直接扰乱老公的游戏 还责怪老公每天下班 比她早一个小时 就不知道顺道买点菜 提前烧个饭做个汤 让自己回家有口热乎的饭吃 李俊鹏却说客观条件不允许 自己不会做呀 安琪说也不知道 是谁说的结婚之前 自己一定会做饭好好照顾她 李俊鹏说安琪还承诺过婚后 让自己打游戏 她来做饭洗衣服呢 二人逗起嘴来 就在这时李俊鹏接到了岳母的电话 让二人回家吃饭 两个人如饿死鬼一样疯狂地吃着饭 李俊鹏边吃边感谢岳母的电话如及时雨 突然自己要被安琪的怒火给烧死 母亲让女儿不要为了这些小事吵架伤了感情 父亲提议以后周末他们就来这里吃饭 自己再多做两天的菜让他们带回去 剩下的三天 就让李俊鹏经过他父亲的学校食堂 将他平时不吃的那份菜打回家吃 反正他父亲每天都吃后妈做的饭 这样也不算浪费 几人对做饭之事达成了共识 李俊鹏去父亲的学院拿饭 父亲看着李俊鹏皱巴巴的衣服 询问他们平时衣服都是怎么洗的 李俊鹏告诉父亲安琪最近在被讨注册会计时 衣服他们都是拿去干洗便干洗 那一周末去蹭饭的时候 安琪都是带回家给岳母洗 李俊鹏的话让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一大早安琪的父母来到安琪住的地方 告诉他们二人准备去安徽一趟 又叮嘱安琪李俊鹏出差 自己在家一定要关好窗户关好煤气 安琪却嫌弃二老啰嗦 自己又不是小孩子了 难道还照顾不好自己 安琪去李发店陪同事做头发 没想到遇到了自己妹妹的婆婆 婆婆准备做保养 发现自己的手机落在家里 于是借了老姐妹的手机 打电话给伊童 态度十分傲慢地让她赶紧将自己的手机送来 一旁的老姐妹觉得阿敏太凶 阿敏和他们谈笑间表示出对伊童的不满 一个弄堂小户人家寡母带大的孩子 也就只有长相还过得去 老姐妹让她对儿媳妇的要求不要太高 说句不好听的 他的儿子也是个不务正业的 每天就打打牌打打台球什么的 可是阿敏却觉得就算是这样 伊童能傍上他们家也是祖上冒了青烟 一旁的安琪听得心里很不适滋味 一个小时之后伊童气喘吁吁地送来了手机 可是婆婆却嫌弃她做事磨蹭 伊童告诉婆婆路上堵车 婆婆却说她在找借口 一旁的老姐妹赶忙替伊童说话 而媳妇能够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婆婆打开手机发现手机已经没电了 则怪儿媳妇脑子不够灵活 拿个没充电的手机给她让她怎么用 护短的安琪气得不行 直接将阿敏的手机扔了 阿敏质问安琪是谁 安琪告诉她自己是伊童的姐姐 她已经忍她很久了 没想到阿敏将安琪一起骂 说他们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小弄堂出来的穷人就是没规矩 安琪气得直接将水泼到她的脸上 可是她却被伊童拉到外面 她不光不感谢姐姐的帮忙 反而则怪姐姐多管闲事 自己的婆婆再厉害也有蹬腿的一天 只要自己从媳妇熬成婆 这家里的财产还不是全部都是她的 安琪劝她别傻了 也没等婆婆蹬腿 她就把你先给蹬了 可是见钱眼开的伊童却听不进去安琪的话 自己还要回去为她的无理取闹善后 伊童的母亲前来和安琪的父母哭诉 女儿为了置换大别墅 居然偷偷地将自己的房子卖了 还没有在别墅的产证上写自己的名字 还连同女婿让自己住在他们别墅的保姆房 弄得自己现在彻彻底底成了一个老妈子 晚上回家秦玉萍在家洗衣服 没想到被女婿责怪这是名牌不能用搓一板 二人争吵了起来 听到动静的伊童让母亲小点声 别等会吵到了邻居 秦玉萍大骂女婿是混蛋 骂女儿是吃力爬外的白眼狼 别人家里请个保姆每个月还四五千 你们却对我天天呼来喝取 她受不了这样的日子 秦玉萍气地离开别墅 安琪晚上在家里加班 可是她却听到了诡异的女人哭声 丈夫出差妻子独自在家 可是她却听到屋外有女人诡异的哭声 这可把安琪给吓坏了 她立刻打电话给自己的丈夫求救 告诉丈夫家里闹鬼了 李俊鹏让安琪冷静 关好房门千万别出去 她打电话报了警 又打电话给了后妈吴飞 可是公公恰巧去参加医学讲座 为了媳妇的安全 吴飞拿着武器立刻前往安琪的住处 这可把奶奶给吓得不轻 警官来到安琪家的走廊 看到了安琪的舅妈 舅妈看到安琪也是止不住的流泪 原来舅妈受不了女婿和女儿对自己的态度 和小夫妻俩赌气跑了出来 第二天众人来到安琪的家里 舅妈告诉众人 女儿现在狼心狗肺 为了钱居然向着自己的老公 自己受不了便跑了出来 可是出来之后她就傻眼了 女儿卖了自己的房子换了别墅 她无家可归只能跑来找安琪 以前她只觉得女儿是贪慕虚荣 没想到现在居然六亲不认 安琪母亲想借舅妈去自己那里 舅妈却说不用麻烦了 自己去招待所住 李俊鹏的后妈却说招待所不安全 什么人都有 不如让舅妈住在安琪这里 众人都觉得有点诧异 舅妈就这样暂时居住在李俊鹏和安琪的家里 勤快地舅妈趁着小夫妻出去上班 将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 就连地面也拖得干干净净 安琪的母亲和俊鹏的后妈同时来送东西 看到舅妈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也是夸赞不已 安琪妈询问舅妈接下来的打算 舅妈告诉众人 自今女儿的电话打爆了都没人接 她准备先找个房子出去住 李俊鹏的后妈心生一计 她和安琪的母亲商量 让秦玉平替小两口来烧晚饭打扫房间 但是她不是让舅妈当保姆 而是让舅妈当监督他们的大管家 几人一拍即合 舅妈也名正言顺地住在了安琪的家里 可是临走的吴飞却兴奋得不行 她觉得用小房间的租金换了一个家政保姆 这次可真的省了不少的钱 舅妈得到吴飞的肯定 拿着鸡毛当起了令件 她开始教李俊鹏做饭 又让安琪将内衣和衣服分开洗 周末还不敲门就闯进二人的卧室 让二人早点起床养成良好的作息 可舅妈也改不了贪小便宜的毛病 李俊鹏单位发了一箱橙子回来 等她想起来的时候冰箱里只剩一个了 舅妈看他们每天也不吃 就自己每天吃两个拿来补充维生素了 李俊鹏准备去超市买东西 舅妈让他买五包小核桃回来自己准备送人 李俊鹏客气地说自己帮他买回来 就当是孝敬舅妈了 可舅妈却相当有原则地告诉他 亲兄弟都要明算账的 可李俊鹏买完核桃给舅妈的时候 舅妈却好像忘了这件事一样 这让李俊鹏垫付的钱也打了水漂 这天舅妈将二人拉到客厅准备开会 李俊鹏的后妈准备邀请安琪一家周末来家里吃饭 舅妈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家庭聚餐 而是对他这个舅妈工作的检查 他让二人到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后妈让儿媳的舅妈来家里当总管 实际是想让舅妈当免费的保姆 他觉得用次握租金换个居家保姆十分划算 可是舅妈却教会李俊鹏做饭 还教会安琪做家务 周末两个亲家一起来家里吃饭 舅妈让奶奶尝尝西红柿炒蛋 奶奶尝了之后直夸好吃 舅妈自我邀功地告诉奶奶 这西红柿炒蛋和炒青菜都是李俊鹏自己做的 可是后妈和奶奶却变了脸色 这个平时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孙子 居然被女方的亲戚带着学做菜 奶奶告诉舅妈 他们虽然住在上海 可是祖籍在山东 山东的老规矩男人是不进厨房的 因为他们家有一个说法 叫男做女工发财不凶 男人进了厨房家里就发不起来财了 他就没让儿子进过厨房 所以儿子才能当上医学教授 舅妈觉得奶奶是迷信 可是后妈却觉得舅妈身为一个外人 不尊重奶奶的想法是不对的 舅妈生起气来 当初你请我来当免费保姆的时候 怎么没考虑我是一个外人 还封我当什么大内总管 现在我培养了李俊鹏和安琪独立的能力 你却不高兴了 你就是见不得别人一点好 后妈却说这个房子是他们家的 奶奶的话就是规矩 几人争吵了起来 李俊鹏也受不了了 让几人住嘴 当初自己和安琪什么事都不会做的时候 他们就说得不停 现在会做了他们还是不满意 真的不知道他们想要怎么样 原本好好吃饭的氛围 因为这件事给打破了 回去的路上奶奶不停地念叨这件事 可是李建国却觉得舅妈做得挺好的 儿子一来张手饭来张口的习惯 确实需要调教调教 只有安琪的舅妈出面调教最合适不过 李俊鹏和安琪也苦恼 要不要将舅妈安排出去住 岳父岳母带着他们来到小区的楼下 将舅妈买核桃的钱给了李俊鹏 他告诉女婿 舅妈性格大大咧咧的但是没有坏心眼 还和他们诉说起当年一段盘根错节的往事 舅妈当初和方慧如自小一块长大 那时他们还是邻居 舅妈的父亲还是个小官 时常接接安琪他们一家 可在文革期间之后 舅妈不但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还被发放到了安徽农村 后来和舅舅在一起没几年 舅舅突然因病撒手人寰 留下年幼的依童和舅妈相依为命 他便一个人拉扯着依童长大 可是现在依童居然为了房子六亲不认 听了舅妈的遭遇 李俊鹏的心顿食软了下来 对这样一个女人 她根本无法开口说出任何要她离开的话 安琪的同事艾米最近工作老是出错 在安琪不停地追问下 才知道艾米的母亲得了胃癌来上海治病的事情 好心的安琪准备帮她问问自己医学院的公公 认不认识治疗胃病的专家 这让艾米感动万分 可第二天安琪从老板的办公室出来 得知刚来不久的安琪要被领导派去日本进修 艾米心里开始不平衡起来 自己已经在公司干了五年 凭什么这个机会给了安琪 在她的眼里 安琪简直是一帆风顺 而自己却只能为了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 心有不甘的艾米萌生了一个取而代之的想法 她趁着安琪去上厕所 偷偷地将安琪要给领导看的报表给永久删除了 这个女人极度同事可以去日本进修 趁着同事去上厕所 偷偷地将她要给领导的资料给删除了 想要让女人出错自己好取而代之 回来的安琪发现自己报表不翼而非 急得差点哭了出来 晚上回家的李俊鹏帮安琪恢复文件 她准备偷偷地亲安琪一口 没想到被安琪一把推过去 亲在了岳父的脸上 看着自己被删除的文件被丈夫恢复 安琪满眼的佩服 岳父对女婿也是刮梦相看 舅妈看着和谐的一家人 突然觉得有点落寞 晚上躺在床上的舅妈 看着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女儿来电的手机 突然心生悲凉 她觉得安琪的眼光真的很不错 居然找了李俊鹏这样的经济试用男 比自己女儿那个势力眼的富二代女婿强多了 她只恨自己当初瞎了眼 最后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 舅妈机遇成疾 没想到第二天发起了高烧 安琪照顾着舅妈 李俊鹏做了两个菜 可是安琪吃了几口觉得难以下咽 安琪的爸妈和李俊鹏的父母得知舅妈生病 都不约而同地来到家里 并且带了自己做的饭 还叮嘱舅妈一定要好好养病 家里还要靠她这个大管家之称 后妈看着李俊鹏做的黑乎乎的糖醋排骨 胆忙拿去厨房 可是安琪却突然觉得胃口不是跑去厕所吐了起来 众人以为安琪吃坏了肚子 赶紧送去医院检查 可是医生给出的结论是安琪已经有了身孕 但是她的胎囊周围有点出血 让她不用过于担心 但是为了小心起见 最好是回家躺着静养一段时间 两人回到家 安琪觉得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自己准备考注册会计师 还要去日本进修一年 孩子的到来打乱了她的计划 李俊鹏也对当父亲没有心理准备 他表示现在时机不当 自己还想再玩两年 四位老人坚决不同意 他们组成统一战线 群情激愤生跑李俊鹏 公公还拿了一张银行卡递给安琪 让她多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 最后小两口只能决定生下孩子 安琪也无奈地放弃了 去日本进修的机会 全家人借应一个小生命的到来 而兴奋不已 安琪也母依子贵 成为了全家人关心的焦点 舅妈准备了自己 在霍山寻求的生子偏方 母亲觉得药会不会有问题 可是婆婆却让儿媳妇试试 没准以后能生个大胖孙子 可是安琪喝完立马就吐了出来 回家的后妈被丈夫一顿臭骂 自己是一个医学院教授 他们居然去听一个农村的偏方 简直就是一忙 万一安琪出世 那可就是一尸两命 后妈这才知道其中的利弊 安琪怀孕后 李俊鹏对钟爱的游戏热情丝毫不减 安琪直接拔掉她的插座 想让李俊鹏陪自己聊天 强烈的孕吐和烦躁的情绪 让小两口产生了口角 她觉得李俊鹏不够成熟 当父亲了还天天想着打电脑游戏 可李俊鹏觉得自己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每天到底回家 不抽烟不喝酒 就想打打游戏怎么了 舅妈则像个居委会大妈一样 进来给二人协调 最后几人达成一致协议 李俊鹏每天只能打两个小时 超时的就扣她的零花钱 安琪的预产期越来越近 两家人在一起商讨后续的事情 可是安琪却从楼上下来嚷得肚子疼 一家人着急忙慌地要送安琪去医院 可是安琪却笑了起来 原来是二人商量和家人开的一个玩笑 安琪坐到沙发上 众人围着桌子吃着点心 可是安琪这个时候肚子却真的疼了起来 一家人听着安琪说肚子疼 以为她又在演戏 看着安琪越来越不对劲 众人这才赶忙将她送去医院 男人陪妻子在病房生孩子 可是妻子却疼得痛不欲生 她紧紧地拉住老公的手 告诉她以后一定要好好对自己 男人正准备承诺 可是看见医生手上的血 没想到当场晕血昏了过去 医生让护士赶紧将她拖出去 安琪担心晕倒的老公 一用力生下了孩子 出为人母的安琪 看着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 像一个皱巴巴的小猴子 都怀疑这个是不是自己生的孩子 安琪生下了一个女儿 两家人都因为孩子的到来感到欣慰 后妈却让二人努把力争取 再生一个孙子 这让安琪的父亲满脸的不悦 这刚生完孩子又说生孩子 后妈也是满脸的不高兴 李俊鹏当着众人的面 明确指出自己只喜欢女儿 更何况妻子已经痛苦了一次 他不忍心让他再经历一次 公公拿了两万块钱红包递给安琪 安琪接过来感谢了公公婆婆 护士进来告诉众人 十天之后可以来拿孩子的出生证明 他询问孩子的性命 可是小夫妻俩还没有想过 李建国告诉护士叫李萌 护士正准备写 被安孝国制止 安孝国觉得李俊鹏一家起名字 都没有和他们一家商量 后妈告诉众人这里面 就他老公学历最高 而且他们请大师算过 蜀牛的孩子名字里带草字 是非常好的寓意 安孝国却讽刺他 蜀鸡的孩子是不是名字里要带虫字 两人争论不休 李俊鹏让二人听嘴 自己的孩子自己做主 既然他们一家姓李一家姓安 那孩子的名字就叫李安 这样对两家都公平 四个家长听到这个名字 也不再有什么意见 安琪的父母准备回家做饭 方慧如觉得这次亲家做事还挺到位 一下就给了两万元红包 可是安孝国却让老婆清醒一点 亲家这么做 是他们家离得近 所以照顾女儿方便 现在请一个月嫂 还七八千包吃住 更何况他们是两个人 他们的算盘不要太会打 很快安琪回家做了月子 可是两夫妻 对初为父母的状态还不适应 安琪因为奶水充盈 经常无法好好睡觉 这天安琪又被奶水浸湿衣服 她让丈夫起床 帮自己拿件干的衣服 顺带帮自己把吸奶器带过来 安琪蹦奶的时候 可是孩子却哭了起来 而隔壁房的舅妈却酣声震天 安孝国整晚都觉得有孩子在哭 天还没亮 她就询问妻子有没有听见孩子哭 她感觉自己都快要幻听了 二人赶紧起床赶往女儿的家里 发现外孙果然在哇哇大哭 而两个小夫妻却累得靠在一起睡着了 母亲叫醒二人 询问安琪是不是忘记给外孙换尿布了 这样孩子的屁股会起疹子的 李俊鹏却觉得不舒服 原来他半夜起来 洗洗奶器的时候着凉发了烧 母亲赶紧让他去医院 不要传染给孩子 一家人因为孩子乱成了一锅粥 小护士给病人输液 没有确认好患者的性命 导致患者青霉素过敏休克 护士长告诉小护士医院的处罚结果 停职三个月观察 后续表现好的话才可以重新上岗 可是嫁给富二代的医童 却嚣张地和护士长提出了辞职 我不干了 哎 方医童 你给我站住 你什么太多年 回家之后 于刚责怪妻子不该这么冲动 可是医童却说 现在很多女人做全职太太 只有没有本事的男人 才让老婆出去工作 更何况他们家这么有钱 一句话堵得鱼钢无法还嘴 婆婆得知儿媳辞职也十分生气 当初让她过门 就是因为她是编制内的护士 以后自己生病去医院 还可以走个后门 她倒好不打招呼 就辞掉了工作 摆明了就想自己儿子养她 儿子告诉母亲 就当家里多了一个当保姆的老婆 可是房贷要到期了 现在房贷的压力 全部落在了自己的头上 母亲只能给了儿子一张银行卡 可是很快二人花光了银行卡里的钱 眼看着房屋贷款没有着落 鱼钢再次找到母亲 母亲却怂恿儿子 去将儿媳妇的母亲接回来 这样既可以有一个 洗衣做饭的老妈子 又可以让她帮忙还贷款 鱼钢回家和妻子商量 将岳母接回来 一同一眼就看出来是婆婆的主意 可是鱼钢却告诉她 等母亲走了家里的一切 都是自己这个独生子的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只要你顺着我妈的意思来 还愁日后没有好日子过吗 一同和鱼钢提着礼物来到安琪家 想要将母亲接回去 可是不管她怎么撒娇和认错 秦玉萍都不愿意再回去 当任人拆遣则骂的老妈子 二人只好灰头秃脸地回去 鱼钢还安慰妻子不要气馁 刘备请诸葛亮还要三部茅庐吗 这天李俊鹏翻箱倒柜 找安琪给自己的两千元零用钱 可是怎么找都没有找到 他询问舅妈打扫卫生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没想到舅妈却火冒三丈 觉得李俊鹏说自己偷了他的钱 可是不管几人怎么劝说舅妈 舅妈都觉得他们是在责问自己这个外人 羞愤交加的他拉着行李准备离开 正巧在路上遇到了李俊鹏的后妈吴飞 吴飞得知此事 不但没有宽慰舅妈 反而添油加醋地说日房夜房家贼难房 舅妈气得离开 吴飞和安琪妈说找保姆就不能找熟人 偷钱了还不能说 方慧如也第一次给了亲家脸色看 让吴飞自己来家里当保姆 不要老是坐享其成又说不负责任的话 秦玉萍住回了女婿的家里 还责怪女儿工作辞职的事情 居然不和自己这个母亲商量 女人就应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这样男人才不会轻看你 就像安琪一样 依童却打断了母亲的话 她觉得做全职太太挺好的 安琪虽然是名牌大学毕业 又进了五百强的公司工作 可是她嫁得没有自己好 李俊狂也没有自己丈夫有钱 可见老天爷是公平的 男人最终看中的还不是女人这张脸 以后你就跟着我好好过吧 舅妈离开了安琪的家里 婆婆无非以血压高为由 把照顾孩子的责任 推到了安琪家这边 热情地邀请安孝伯夫妇 一起住进儿子的家里 而自己却在第二天 和丈夫去了厦门游玩 旅游回来的无非被安琪的父亲指责 可就在这时安琪告诉家人 宝宝发起了高烧 被出月子的宝宝发了高烧 急坏了家里的一家老少 岳父询问医生小宝宝都是母乳未养 免疫力怎么会这么低下 医生询问他们是怎么给孩子喂奶的 李俊鹏告诉众人 他们就是每天把奶提前蹦出来 然后放到冰箱里冻起来 等要给孩子吃的时候 再用热水温到40度喂给孩子 医生告诉众人 这样的喂奶方式 可能会造成奶源的二次污染 医院根本不提倡这种喂养方法 回家之后的婆婆 批评安琪只懂得自己享受 根本不管孩子的死活 母亲看着婆婆数落女儿 让亲家早点回家天也不早了 安琪抱着孩子也是十分的内疚 可是宝宝发烧刚好不久 又得起了湿疹 医生告诉众人 应该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他开了药膏给孩子涂 众人心疼不已 这么小的孩子就要涂药膏 一群人回到家 已经累得倒在沙发上 安琪告诉母亲 他马上就要上班了 他觉得有必要 请一个保姆回来 孩子现在日夜颠倒地睡觉 他们俩的身子肯定视不消的 可是母亲却让女儿 不要花冤枉钱 家里有他们这两个老保姆在呢 这天婆婆和安琪的母亲 一起带孩子 婆婆让亲家调整宝宝的睡姿 这样睡出来的扁头才好看 安孝国不让吴飞瞎胡闹 二人争执了起来 方慧如想要劝阻二人 没想到被吴飞一推 直接坐在凳子上 头痛和剧烈的晕眩感 让他十分痛苦 医院里医生责怪众人 方慧如的收缩压已经到了200 而且病人的睡眠质量很差 他提醒众人如果不好好调养 很容易脑溢血中风 方慧如不堪重负住了院 李俊鹏的父母听闻亲家住了院 赶忙来照顾自己的孙子 可是几天戴下来 他才知道孙子原来这么难戴 他和安孝国承认了错误 女儿已经长大 他也早已忘了那时带孩子的辛苦 李建国也同意请一个保姆回来照顾 费用由他们南方来出 就这样安琪和李俊鹏来到了保姆市场 准备选一个合适的保姆回去 可是当二人面试起保姆的时候 才发现如今的保姆市场鱼龙混杂 形形色色的保姆提出的怪异要求 让二人大开眼界 年轻的保姆询问安琪家里 有没有电脑和液晶电视 还询问洗衣机带不带烘干功能 如果没有的话 自己领干衣服会很费劲 一番面试下来 二人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 工作人员告诉二人 2500价格的保姆也就这个水平 如果可以提升一倍佣金 保姆的素质也会提升一个档次 二人咬牙决定 请一个月5000的保姆回家照顾 小夫妻俩为了找保姆照顾满月的孩子 来到保姆市场寻找保姆 可是如今的保姆市场鱼龙混杂 二人经过一番筛选 终于选定了眼前的这个小苏 小苏自称自己是儿童医院里出来的护工 照顾孩子对她来说可谓是得心应手 她平时还喜欢看一些文学著作 就这样文艺饭十足的小苏 来到了安琪的家里 会做饭的小苏也获得安琪一家的肯定 她抱孩子的时候 还时不时地朗诵着诗歌 这让安琪觉得是对孩子的一种熏陶 一家人也获得了短暂的轻松 可是时间一长 安琪他们发现了小苏的问题 她时常深夜看张爱玲的小说《痛哭流泪》 影响家人的睡眠质量 这天安琪准备去商场买点婴儿衣服 她让老公不要光打游戏 也要看着小苏有没有好好带孩子 不久后孩子哭了起来 李俊鹏边打游戏边喊着小苏 可是小苏看书看得忘乎所以 根本没有听到李俊鹏的呼喊 也没有听到婴儿的哭声 无奈之下 二人只好辞退了这个文艺饭十足的保姆 第二天安琪又换了一个老实本分的保姆 王姐干家务做饭都是一把能手 可对待孩子却十分地粗心 刚给孩子洗完早不穿衣服就出来 方慧如让李俊鹏赶紧把孙女抱去穿衣服 怕孩子发烧的安琪 让王姐拿体温计给女儿测量一下 五分钟之后给她拔出来 可是王姐却肚子饿了 自己跑去厨房泡了方便面 还放进了微波炉里 安琪回来生气地拔出体温计 想要去质问王姐 可是厨房爆炸的声音 吓得她立马捂住了耳朵 就这样王姐被辞退 保姆公司答应进行赔偿 并派来一个保姆免费试用一周 东北的蔡大妈来到家里 看着家里的装修也是惊呼不已 父亲带着蔡大妈去看宝宝 李俊鹏觉得这个保姆的大嗓门 可以抵得上河东湿口吗 可是安琪觉得蔡大妈 大大咧咧的性格挺不错 蔡大妈洗衣服的时候 边洗边唱二人转 声音隔着二里地都能听见 方慧如让她声音小点 别吵到孩子睡觉 可是得知孩子没醒的蔡大妈 觉得方慧如太过于大惊小怪 蔡大妈的分贝之大 让一家人实在受不了 看电视吃着瓜子 被逗得哈哈大笑 那声音简直都能 直接击刷耳膜 安琪妈觉得 自己的血压都快上来了 李俊鹏只好自己去保姆市场 让工作人员 换一个没有东北口音 分贝又小的保姆来家里 就这样安静的小徐 来到了安琪的家里 小徐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 放了糖 安孝国进来提醒他 下次做菜的时候不要放糖 因为女儿在孕期 得过妊娠期糖尿病 所以他们家做菜都不放糖 看着小徐满头是汗水 安孝国拿出纸巾想要递给他 可是小徐却被吓了一跳 得知安孝国只是想给自己纸巾 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声性多疑的他 却处处提防着安孝国 小保姆来家里第一天做饭 雇主的父亲看他大汗淋漓 递了纸巾给小保姆 小保姆却觉得男人 想对他图谋不轨 吃饭的时候都处处地提防着他 晚上小保姆干完活去厕所洗澡 没有将门给锁好 而着急方便的安孝国直接闯了进来 就这样几人去了派出所 小保姆一口咬定安孝国要对自己图谋不轨 还要将他告上法庭 保姆介绍所的工作人员却说私了算了 几人正争吵间 李俊鹏的后妈来到派出所 告诉警官他们今晚都不走了在这里接受调查 明天一早就找新闻媒体来采访 他还告诉小保姆他和亲家母身体都不好 万一情绪不稳定还有可能倒地不起 到时候也没有时间带孩子了 就只能把孩子交给警官帮忙带了 他让小保姆不要再编故事了 他这种人自己一眼就看穿了 他就是想要敲诈 那自己就跟着他一起学 二人被后妈的一顿反向操作弄傻了 警官也询问保姆要不要备案 怕事情闹大的小保姆和工作人员却灰溜溜地跑了 安琪也忍不住给婆婆竖起了大拇指 回家的婆婆如同打了胜仗一样 安琪妈也感叹现在的保姆市场太乱了 他们也有点想念舅妈在的时候 可舅妈自从觉得被怀疑偷了家里的钱 回到女婿的家里 也是没日没夜地做起了老妈子 女儿辞职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整天和不务正业的女婿在家打游戏 而一同也因为迟迟无法怀孕受到婆婆的训斥 想着让女儿怀孕成了舅妈的头等大事 可他们算好日子 遍孕棒上还是没有反应 舅妈想出去弄个偏方 女儿却说自己就是未孝毕业的 让母亲不要迷信 这让舅妈感到十分着急 这天一同正在看电视 女婿于刚进来责怪岳母居然又忘记还贷款 二人对着舅妈就是一顿指责 伤心欲觉得秦玉萍要求分割房产 于刚却冷笑说房子上根本没有秦玉萍的名字 舅妈没想到卖了自己的房子买了这个别墅 还着按揭的别墅居然没有自己的名字 于刚威胁一同 如果再和岳母一起居住就干脆离婚 如今没有丝毫收入的一同 为了挽救婚姻反而让母亲出去住 秦玉萍质问女儿把自己唯一的房子卖了 她想让自己住哪 而李俊鹏在床底下捡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自己好久不见得裤子 安琪还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叠钞票 不多不少挣好两千元整 这让两人彻底懵了 原来他们是冤枉救妈了 老两口也不知道怎么说女婿 他让女儿女婿买点东西 去于刚家里登门道歉 男人在床底下找东西 发现了自己丢失好久的裤子 裤子里居然还有两千元现金 半个月之前 自己找不到这两千块钱 询问家里当保姆的舅妈有没有看见 舅妈以为他们怀疑自己偷钱气地离开 得知冤枉舅妈的二人 来到舅妈女婿的家里 想给舅妈郑重赔礼道歉 可是舅妈却被他们两个赶了出来 无处容身的舅妈想要自力更生 跑去了餐馆当起了洗碗工 因为打碎了碗受到老板的责难 恰巧李俊鹏和同事在餐厅吃饭 撞见了受人欺负的舅妈 李俊鹏向舅妈道歉 自己的两千元已经找到了 在床底下裤子的口袋里 舅妈不想听她的解释准备离开 可是她却突然眩晕起来 一家人来医院看望舅妈 李俊鹏告诉二人 舅妈是操劳过度加上感冒 所以才会身体不适 安琪也向舅妈诚恳地道歉 听着一家人真挚的歉意 让舅妈为之动容 舅妈回到了安琪的家里 奶奶作为一家支掌前来给舅妈道歉 苦口婆心地告诉舅妈 一家人在一起难免会发生摩擦 舌头有时候还会和牙齿打架 奶奶的话让舅妈也是感动不已 一家人又恢复了和好如初的状态 李俊鹏帮舅妈找了律师 律师得知舅妈当时给女儿女婿 买别墅付首付的时候 没有留下字据证明 舅妈每个月的商贷还款 也是直接打到女儿的账户上去 律师直言这场官司很难胜诉 他只能奉劝舅妈赶紧将自己的工资卡要回来 安琪和俊鹏带着舅妈一起去讨要工资卡 可是女婿却将舅妈的东西全部拿了出来 舅妈伤心不已 自己含辛茹苦居然养了一个白眼狼 安琪让一同把舅妈的银行卡交出来 可是一同却让安琪不要多管闲事 就在这时于刚找来的地痞流氓 将李俊鹏给打了一顿 安琪让他们助手不然自己就报警了 一同也和老公撒娇让他算了 于刚这才将岳母的银行卡丢到地上 临走前安琪告诉二人 他们这样会遭报应的 回家之后后妈责怪李俊鹏 居然去于刚家给舅妈出头 对面可是小流氓 他们就是普通老百姓 这不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吗 舅妈听完心里很不适滋味 只能给李俊鹏的后妈不停地道歉 一同对自己将母亲赶走的事 也非常的愧疚 觉得他和丈夫这样肯定会遭报应的 可是于刚却说报应早就来了 他的肚子一直大不起来 这难道就不是报应吗 一句话说的一同也是哑口无言 转眼已经到了过年 外面万家灯火好不热闹 可是舅妈却觉得内心无比凄凉 在这个和家欢聚的日子里 他只能孤零零的一个人 李俊鹏带着孩子回到父母家里过年 一家人纷纷拿出了红包 奶奶还是希望小夫妻俩再生一个小孙子 可是李俊鹏却怕再生一个还是女孩子 春节后李俊鹏的后妈来家里看孙女 却意外地发现小夫妻两人 居然瞒着他们办了独生子女证书 婆婆帮媳妇带孩子 却意外地发现他们瞒着自己 偷偷领了独生子女证书 他叫来儿子儿媳 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还质问亲家是不是对这件事早就知情 一家人联合起来瞒着婆家 奶奶还等着他们生二胎 还等着暴增孙子呢 后妈和安琪一家人说 李俊鹏的爸爸是教授赚得多 根本不在乎这点独生子女费 舅妈请玉萍出来打圆场 告诉后妈再生一个孩子谁来带 不要老说生一个生两个 安琪的父母把房子都租出去贴补小孩了 你们婆家又没有做过什么奉献 后妈表示如果安琪再生一个孩子 自己肯定会帮忙带一个孩子 到时候他就把安安给带走 一直养到他出嫁为止 安琪的父亲却觉得亲家脸皮太厚 孩子最难带的几个月都是他们带过来的 他就只会说这种坐享其成而又不负责任的话 如果想带孩子就应该从奶娃子带起 再说了他们老夫妻还没答应要不要带孩子 更何况生不生孩子 决定权在自己的女儿 不是你上下嘴皮子动一动孩子就出来了 几人僵持不下 李俊鹏连忙说这个是自己的主意 可他越是维护安琪 后妈对安琪的怨念就越大 回到家的后妈 添油加粗地将这件事告诉丈夫和奶奶 李建国觉得自己抱孙子无望 奶奶也因此对安琪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奶奶让儿子拿出一家之主的样子来 摆出做公公的威风 让儿子不要再做老好人 第二天安琪在公司工作 却接到了公公的电话 公公将他约到了楼下的咖啡店 他告诉安琪如果他同意再生一个孩子 不管男孩女孩自己都会承担所有的费用 他和李俊鹏的后妈商量了 到时候他们就把安安带回家抚养 安琪觉得公公太过于自私 当初自己的父母为了照顾安安 母亲劳累成急住了院 父亲因为保姆的事情 差点被诬陷成变态 那个时候的你们在哪里 你们在厦门度假游玩 你让我再生一个 是想让我父母把之前的事情再重新上演一遍吗 李建国听完安琪的话也是哑口无言 有了宝宝的安琪 花起钱来也比婚前大手大脚 他将宝宝的快乐和生活品质放在了第一位 安琪和俊鹏的收入加在一起一万多 去除请舅妈当保姆的三千元 以及宝宝每月的开销两人所剩无几 小两口为此意见不一 李俊鹏将此归咎于安琪对孩子的溺爱 安琪却说女儿要抚养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安琪和老公提议 这周末是公公的生日 到时候他们买点东西上门 趁机向婆家拉点赞助 而媳妇给公公过生日 想借着哄公公公高兴 从公公那里弄一点养儿补贴 他给公公买了蛋糕 丈夫将他买的拔罐器送给公公公 一家人其乐融融 看着时机成熟李俊鹏准备开口 向父亲拉赞助 可是父亲却直接打断他的话 李建国说自己这次过生日 最高兴的事就是提前退休了 后妈也跟在后面赶紧接话 这退休了代课费奖金都没了 工资要比之前少三分之一 以后估计除了日常开销 剩下的就要留着养老看病了 这样以后生病也不会增加孩子的负担 原本想开口拉赞助的二人 听完这话也不好再开口 回去的路上安琪询问丈夫 是不是提前打了小报告 不然怎么这次他们刚准备拉点赞助 公公这边就开始哭穷了 李俊鹏赶忙否认 安琪告诉丈夫既然赞助拉不到 他们就省一点 他就不信自己还不能拉着大一个孩子 就这样二人过起了一块钱 掰成两半花的日子 李俊鹏的公司准备集体出去团建旅游一周 全公司上下都去了 李俊鹏却说自己有事不能去 他被同事嘲讽成了七管言 安琪和李俊鹏上班 也开始不在外面吃饭 全部从家里带菜 可是父亲却说自己出租的房钱 已经全部贴在了小两口的生活中 虽不指望儿女回报多少 但作为亲家俊鹏的父亲 不应该揣着明白装糊涂 安琪一家去亲戚家吃饭 李俊鹏加班很晚回到自己家里 他看看时间 发现楼下打折的面包快结束了 他慌忙地准备出去买面包 后妈让丈夫出去帮他买 得知李俊鹏要买50块钱的面包 还要开发票报销时 后妈发现了端倪 连连说自己还是心软 一直想让小两口独立 看来他们离了大人还是不行 后妈告诉李俊鹏 以后另一栋房子 每月2000元的房租 他让房客直接打到他的塔上去 李俊鹏迫不及待地 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媳妇 你今天的表现 不错 李俊鹏晚上和朋友一起小聚 享受着当爸爸后 难得的片刻娱乐时间 他打电话说自己不回家吃饭了 岳父对他的行为非常的不满 他们忙前忙后 就是为了这个小家 可是他却一句话说不回家就不回家了 舅妈也让安琪管管俊鹏 这每天做多少饭都是有定数的 今天吃不完的剩菜剩饭 明天还是他们这些老人解决 李俊鹏回家之后 安琪和他大吵了一架 李俊鹏也坦言安琪一家带来的家庭压力 比工作压力更加让人喘不过气 后妈说的一点都没错 自己就是被安琪给圈养起来了 同事都说自己是气管炎 安琪觉得他不可理喻 他觉得自己没有自由的时间 可是自己的父母每天在家里带孩子做饭 他们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吗 二人的争吵引来了安琪的父母 安琪的母亲询问二人为什么要吵架 家务不用你们做 孩子不用你们带 经济上也没亏待你们 为什么不能相互包容一点 李俊鹏告诉岳父岳母 自从老婆有了孩子以后 他也知道安琪很辛苦 爸妈也挺劳累 自己是个男人在外面工作了一天 回家之后也想有温暖 但是自己回家之后受到的是无休止的抱怨 这让自己也觉得挺累的 安琪说了句对不起随后离开 岳父告诉李俊鹏老婆抱怨 说明心里有委屈 让他一定要好好哄一哄 第二天李俊鹏带着安琪来到小城的酒吧 他来到酒吧的助唱台 向安琪进行了表白 也许他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心里会出现阴影 但是自己会像阳光一样 照在他的身后 李俊鹏深情地唱起了歌 安琪内心也是感动万分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今晚他们不是孩子的父母 今晚的时间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 此时此刻他们看到的只有彼此 安琪大声地对着俊鹏说出了我爱你 李俊鹏也紧紧地抱住安琪 二人和郝如初 对婚姻的含义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母亲帮女儿带孩子 可是女儿却在不停地抱怨婆家 自己这边累死累活地带孩子 他们却全家出动前去香港旅游 好像女儿跟他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事的 母亲让她千万不要在女婿面前抱怨 什么时候都不能将自己的老公放在对立面 有些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就行了 放到明面上说就会变了味道 万一婆家说你嫌弃我们不给你带孩子 你也别让父母带 你们自己带不就行了 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堵得哑口无言 可是安琪的心里还是充满不平 安琪告诉母亲女儿常吃的奶粉在网上卖脱销了 家里的奶粉也只够再吃一周了 安琪的母亲让丈夫赶紧出去买奶粉 临走前安琪告诉父亲一定要买女儿常吃的那个牌子 其他牌子的奶粉她吃了会过敏 可是安琪走遍了各个超市 都没有那个牌子 眼看家中的奶粉所剩无几 婆婆却从香港带着奶粉回来 原来她提前知道奶粉紧缺 去香港就是为了买奶粉 安琪内心备受感动 她告诉婆婆等孩子再大一点 他们全家一起出去旅游 安琪偷偷带着妻子出来吃饭 看着丈夫点了不少吃的 方慧如也是惊讶不已 安琪告诉妻子 他们老房子的居委会打电话过来 告诉他们的老房子要拆迁了 安琪父亲想将女婿的户口签过来 可是又担心万一李俊鹏和安琪离婚 婆家人也会分到大部分的份额 安琪妈觉得这件事应该慎重考虑 实在不行到时候便去公正处公正 而李俊鹏的父亲在家看报纸 也看到了安琪家准备拆迁的消息 后妈也是高兴不已 她把小两口喊到家里 给孙女买了好几件名牌衣服 还给了安琪两张银行卡 让她以后没事带孩子出门都打车去 多给孩子买点吃的穿的 后妈开门见山地告诉安琪 她知道安琪的老家现在准备拆迁 她有一个想法 就是将李俊鹏的户口签到安琪家 这样按人投算 还能多出几十万的拆迁费 安琪决定回家先和父母商量 可是母亲却告诉她 这次国家可能采用鼠砖头的政策 女婿上不上户口可能都不会有多大的区别 后妈得知这是亲自上门 她告诉众人自己已经脱了关系 可以在安琪家的户口本上再加几个人 先为与筹谋万一按照人投算 他们也可以提前做准备 她想将全家人的户口全部迁到安琪家的老宅 这样便可以多出一百万的拆迁款 可是李俊鹏却觉得这件事应该听安琪父母的 毕竟房子是别人家的 就是你看俊鹏的户口迁到我们家吧 起码他是老丈人和女婿的关系 这个明明强强说的过去 那你和俊鹏他爸迁进来 这人家派出所怎么写啊 连庞戏都算不上吗 安琪也说今天父亲不在 他们几个人也不好敲定下来 后妈却满脸的不悦 告诉他们那自己就先回去等通知 临走时还抱怨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他们好 婆婆得知儿媳妇家即将拆迁 赶忙带着户口本找到亲家 告诉他们自己托人找了关系 可以在他们的户口上多加几个人 她准备将自己和丈夫的户口 全部迁到儿媳妇家里 这样他们也可以多分到一百万左右的拆迁款 安琪告诉婆婆自己的父亲现在不在家 等父亲回来之后再通知她 安琪的父母将小两口拉在一起 岳母告诉李俊鹏 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后妈的想法 只是现在他们住的房子都没有安琪和她的名字 如果他们一家户口签过来 万一两人以后离婚 安琪不光分不到他们的家产 反而自己的房子要被他们一家分去一半 到时候女儿哭都没有地方 为了让双方都满意 李俊鹏回家和父母商量 如果他们想签到安琪家的户口上 就应该让安琪上现在住的婚房产证 没想到却遭到了后妈和李建国的强烈指责 李俊鹏和父亲之间也产生了隔阂 深城开始限购 房产税政策也全面出台 李俊鹏告诉后妈和父亲 如果他们要上安琪家的产证 就会有多缴纳房产税的风险 后妈觉得不划算这才作罢 而此时深城的幼儿园却遭遇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安琪和同事聊天得知 目前好的学区房 不但规定了孩子的户口所在地 就连户主也必须是直系亲属 而自己和丈夫住的这套房子 产证上只有公共的名字 如果李俊鹏不上婚房产证 根本没办法做户主 而且这附近基本就没什么好学校 女儿现在的户口又在父母的老宅 正对着的是一家不出名的学校 安琪决定一次性解决学区房问题和产证问题 安琪家的老宅准备拆迁 他们邀请亲家一家吃饭 安琪的母亲告诉后妈 这次拆迁是按面计算的 折算下来大概140万人民币 方会如为了解决外孙女的入学问题 告诉亲家他们会将全部的拆迁款 贴给小两口买学区房 房产证上就写小两口的名字 他希望亲家也能出钱合伙购买 但是前提是他们家必须不少于女方的款项 吴飞和丈夫说起了悄悄话 李建国告诉众人 原本领航的那套房子自己是要留给吴飞的 但是吴飞实大体为了孙女 便一去中介挂牌卖掉房子 众人也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 安琪一家人看了不少学区房 最后选定了一套价值280万的三十两厅的房子 现在就等着婆婆闽行的房子卖掉之后直接买房 可是婆婆那里却迟迟没有消息 会不会是你婆婆又搞成鬼 母亲和婆婆商量 给外孙女购买学区房 母亲准备将拆迁的140万拿出来 婆婆也满口答应 决定将闽行的小户型 卖掉支持二人买学区房 可是她却在中介那里故意提高20万房价 而这一切 正好被路过买菜的舅妈撞见 她看见闽行的小区被挂的价格 和安琪说的150万价格有出入 于是便进了中介询问 谁知中介的工作人员却对她大吐苦水 说吴飞坚持费170万不卖 让买房的人都望而却步 他们还责怪吴飞既然不想成心卖房子 干嘛还要挂到中介里来卖 舅妈猜出肯定是李俊鹏后妈在捣鬼 回家气愤的她 将这一切告诉了安琪一家 安琪对丈夫说如果她父母不想出钱 就提前说出来 不应该白白浪费这一个月 自己和母亲看房的精力和时间 更加践踏了自己对婆家的信任 李俊鹏被安琪训斥得无地自容 安琪让李俊鹏尽快解决此事 可是烦躁的李俊鹏失手 将安琪推倒在了地上 安孝伯质问女婿怎么能这样对女儿 而一向沉稳冷静的方慧如却一反常态 把中介的名片和楼盘宣传资料通通拿走 气势汹汹地直奔安琪婆家 她当着李俊鹏后妈的面 告诉他们自己花了一个月时间 亲自去踩点看房做比较 看来自己做的这一切 在别人眼里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气急功心的她将这些资料撕得粉碎 直接扔在了吴飞的脸上 后妈虽然心虚却也不甘示弱 还反过来说亲家是不是疯了 安琪妈说自己确实是疯了 为了小两口的学区房 愿意掏出140万 当初她答应过丈夫 等女儿结婚生孩子后 家里老宅拆迁了钱 就拿出来完成丈夫这辈子 环游世界的梦想 是自己磨破了嘴皮子 才让丈夫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可是你们呢 不光不愿意带孩子 还处处防着我们 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 方慧如情绪过度 血压飙升到了230 当即昏了过去 安琪推开丈夫自己 送母亲去了医院 望着年迈的母亲 微弱地躺在病床上 她的内心犹如千万根 针扎式的难受 公婆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主动提出到医院照顾 却被安琪拒绝 安琪将几人叫到病房外的空地 告诉他们自从自己生下孩子 父母就围着自己和孩子连轴转 他们全心全意地付出 而婆家居然想方设法地防着他们 自己身为女儿不能让父母享福 反而还要让他们跟着自己吃苦 一番话说的公婆也是哑口无言 李俊鹏留在医院照顾岳母 吴飞也告诉丈夫 自己在学区房的事上却是有私心 他怕俊鹏和安琪出去住以后 再也不会管他们两个老人了 丈夫让他放宽心 李俊鹏和安琪都是善良的小孩 当务之急是要让亲家母的病赶紧好起来 心怀愧疚的吴飞每次偷偷送去自己炖的汤 李俊鹏也日夜守候在昏迷岳母的身旁 不眠不休地端水送药 他还和安琪向那天推她的事情道歉 安琪也说自己那天说话太重了 二人原谅了彼此抱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昏迷许久的母亲也醒了过来 父亲的公司传来好消息 要给退休的干部按照级别调整现在的住房 三十两厅市场价三万的房子 现在只要一万一平方 只要交足四十五平方的钱 就可以置换这套房子 李俊鹏想要买下这套房子 可是后妈却说丈夫已经没有那么多钱 李俊鹏找到自己的小姨借钱 没想到小姨一口答应下来 但是他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让吴飞和自己的父亲先假离婚 李俊鹏找到父亲说自己在小姨那里借到了钱 但是小姨为了防着这套房子成为他和后妈的共同财产 必须让两人先离婚 待房子登记好以后再复婚 可是李建国却不同意他的要求 毕竟吴飞辛辛苦苦地伺候了自己十几年 他根本开不了口和他说离婚 李俊鹏瞒着父亲 自己找到后妈商量 可是后妈却气地说如果让自己离婚也行 那就把闽航的那套房子迁到自己户头上 这是李建国之前答应过自己的 另外丈夫公司置换下来的房子 必须把自己女儿的户口迁过来 李俊鹏觉得后妈太过分了 只要一遇到钱的事他们家就全是矛盾 自己和安琪家的不顺也全部因为他 要是自己的生母如今还在世 房产证上怎么会能没有自己的名字 自己和岳父岳母家的关系怎么会这么糟糕 听闻这些话的后妈也是伤心欲绝 觉得自己这些年的付出 在李俊鹏的嘴里却一文不值 他收拾了东西 给丈夫留了一封信 回到家的李建国看到妻子留下的离婚协议 受不了刺激突然脑溢血昏了过去 文讯赶来的吴飞和李俊鹏 在医院外相互有着愧疚 吴飞觉得是自己离家出走气病了丈夫 李俊鹏也觉得自己有责任 后妈让李俊鹏什么都别说了 以前自己一直觉得在这个家怕失去地位 可是现在看着李建国病倒了 他才突然明白 其实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李建国能好好地陪自己走到老 自己可以什么都不要的 安琪在公司里听同事们 在讨论学区房学校问题时 越发觉得不能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 安琪和李俊鹏商量学区房的事 可是李俊鹏却在为工作和父亲的事心烦 他斥责安琪现在满脑子只有学区房 安琪觉得孩子的事 好像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在管一样 他气愤地将孩子递给李俊鹏 赌气说自己也不管了 李俊鹏忙着自己的软件设计 让女儿单独到旁边去玩 可是安安的手却伸向了滚烫的茶杯 倒夫妻因为学区房吵架 将三岁的女儿放到一边 丈夫弯腰去捡地上的卡片 可是女儿的手却伸向滚烫的杯子 安安打翻了水杯 滚烫的水从她的腿上流淌下来 安安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吓得魂不附体的李俊鹏 赶紧抱着孩子冲到浴室用凉水降温 医院里医生告诉众人 宝宝发生了细菌感染 大腿上的伤即使是以后好了 刘八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听完医生的话 安琪和李俊鹏沉默不语 二人都因为这件事悔恨交加 外婆得知这个结果 也是泪如雨下 自责自己没有照顾好外孙女 安孝国让妻子一定要坚强 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落泪 等外孙女大了 大不了不穿短裙子 咱们穿长裙 等她结婚的时候 咱们给她买一条最好看的婚纱让她穿 安孝国虽然这样安慰着妻子 可是自己的眼眶却也湿了 病房外的婆婆询问孩子怎么会被烫伤 李俊鹏却替安琪扛了下来 她告诉自己的后妈 是自己打游戏没有注意到孩子 可是回家之后的李俊鹏却收拾了东西 她准备搬回自己的家里 经过这次的意外 李俊鹏已经无法用正常的心态面对安琪 感到和丈夫貌合神力的安琪也是心神俱疲 她和父母坦言 自己因为学去房的事情 逼得李俊鹏太紧自己和他吵架将女儿扔在了他身上 却没有注意到桌上有被滚烫的开水 父母责怪安琪太不应该 安琪向父母坦言 虽然俊鹏嘴上不说 但是她感觉两人已经走到了离婚的边缘 而历之年 事业没有进步 丈夫形同陌路 孩子伤痕累累 面对失败的人生 再也无法承受强压的安琪痛苦流涕 看着深爱的女儿 安孝国内心也是酸楚不已 她和妻子帮忙整理着女儿的书架 却发现了女儿的日记本 日记里记录了她和李俊鹏的点点滴滴 不忍心女儿难过的她 决定帮助女儿重新找回幸福 她找到李俊鹏 将女儿的日记递给了她 晚上李俊鹏翻阅着安琪的日记本 想起了当年那个为了和自己在一起 违背父亲命令的安琪如何煎熬和挣扎 想起安琪为自己献血的那个车祸夜晚 想起自己和安琪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她紧紧地攥着日记本泪流满面 原来一向嘴上不愿意说爱的安琪 在日记里埋藏了这么深的感情 李俊鹏回到家里 安琪正在哄着安安睡觉 安安看见了李俊鹏回来 叫了一声爸爸 随后转过身去 安琪以为女儿也不理自己了 自顾自地向女儿哭诉 她的爸爸已经不要她了 她不能不理妈妈 妈妈已经不要我了 你不可以不要我的 李俊鹏出现在安琪的身后 告诉她自己从来没有不要她 因为自己的血是她给的 命也是她给的 她的这辈子就是安琪的 听着孩子迷糊中喊着爸爸妈妈 安琪和李俊鹏默默流着眼泪 悔恨交加地抱在了一起 安琪和李俊鹏经过此次劫难 更加懂得珍惜当下 李俊鹏的父亲在后妈的照顾下日渐好转 看着后妈和父亲感情也越加深厚 这让李俊鹏也觉得欣慰不已 安琪也接到了电话 他考的注册会计师也终于过了 而李俊鹏研发的游戏 被一家公司成功收购 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可安琪却觉得李俊鹏在逗她 李俊鹏拿出银行卡告诉她钱就在这里 立马是她的生日 安琪和李俊鹏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可是安琪的表妹一同却被查出身体有问题 原来她患上了多囊卵巢综合症 婆婆带着儿媳妇去医院看病 医生告诉婆婆 儿媳妇得的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还没等医生说明白是什么病 婆婆就打断了她 直接询问医生儿媳妇还能不能怀孕 医生告诉她儿媳妇的病不是很严重 只要吃点口服药调节内分泌 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康复 可是婆婆却询问一段时间是多久 可别让自己空等个三五年 晚上于刚看到医童在吃药恍然大悟 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孩子的原因在这里 她质问医童是不是和自己结婚之前 得过病做过手术 觉得于刚说话难听的医童 气得将药全部砸在了她的头上 辞掉工作的医童在家做起全职太太 而丈夫却邀请自己那些狐朋狗友在家打麻将 医童让丈夫给点钱去买菜 可是于刚却一心想地打牌 别人胡牌之后 于刚生起气来 怪医童是个扫把心 生不出孩子还让自己输牌 医童气得搅乱了麻将 于刚却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 随后又和朋友自顾自地打牌 医童一个人失望地来医院好多次 这一次不抱希望的医童进了会诊室 医生却告诉她的尿茧呈阳性 说明她已经怀孕了 这个好消息让医童也是喜出望外 她兴奋地找到丈夫 准备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可是于刚却说自己也有事情说 她告诉医童因为她不能怀孕 所以她要和医童离婚 因为母亲实在太想抱孙子了 她拿出离婚协议想让医童签了 因为她在外面已经有了孩子 医童没想到于刚居然是这样的人 她斥责于刚怎么能这样对自己 母亲为了让她过得好 把房子都卖了 在家里的时候 还被丈夫当成丫鬟一样忽来喝去 现在母亲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她有什么资格和自己说离婚 一同气愤地站起身 狠狠地扇了于刚一巴掌 于刚也恼羞成怒狠狠地推了她一把 嘴里还说着要怪就怪她的肚子不争气 一同的肚子磕在了凳子上 巨大的疼痛让她后背冷汗直流 婆婆赶来医院 医生告诉二人大人没事 只是孩子保不住了 于刚这才懊悔万分 憔悴不堪的一同来到安琪的家里 一家人看着一蹶不振的一同恍如隔世 一同告诉众人自己和于刚离了婚 原本85万的房子 如今已升值到了205万 但是法院只判给自己25万 虽然首付是母亲支付的 但是都是直接转到于刚的银行卡 婆家把首付的所有操作记录都保留了下来 而他们什么字据都没有 事到如今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这就是自己不孝的报应 秦玉平看着曾经将自己赶出去的女儿 最终还是无法割舍这血浓于水的亲戚 她劝为女儿振作起来 他们母女两人一起重新来过 一同也是毁不当初 母女俩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更深了一层 舅妈告诉安琪一家人 自己要搬出去住了 女儿现在在一个香港人家坐月嫂 对方看重她有医护经验 愿意出价8000元一个月 他们在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她要给女儿做好后勤保障 安琪和李俊鹏也告诉父母 他们准备将女儿入托 老两口为了孩子已经辛苦了一辈子 他们应该放下所有牵挂 为自己好好活一活 普江之盼 家人齐聚一堂 悠悠不声不响地带回了自己的男朋友 原来她瞒着众人和吴忠林偷偷的联系 今天也成了吴忠林毛角女婿上门的日子 悠悠也给依童在社区卫生站找到了一份工作 如果表现得好 还是有机会转正为护士 这让舅妈和依童都感动万分 饭桌上李俊鹏送了岳父一架单反相机 等女儿入了幼儿园后 她就可以带着相机 陪着岳母去实现她的环球旅游梦想了 李俊鹏也感谢后妈 是后妈的细心照顾 才让父亲的病好的这么快 自己想着她可能什么都不缺 那她就诚心实意地叫她一声骂 一句话说到了吴飞的心坎里 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终究是得到了认可 安孝伯提议大家都在 就一起拍一个全家福 闪光灯下 一张完美的全家福拍摄完成